第461章 宋宋 你是第一个这么夸我的人 宋宋没想到周婷婷也在 推门进来的时候 差点撞了上去 你 你也在呢 周婷婷笑咪咪的 嗯 当当找她说点事 现在没事了 你们俩吃饭吧 我先走了 说吧 周婷婷扬长而去 宋宋觉着有些尴尬 站在门口 稍微带了点不知所措 扭着衣角 吃 吃饭了 刚刚叫你 你没答应我 我就过来看一眼 没有别的意思的 确实 这一举一动 未免也太小心翼翼了点 牛苗条闽唇 犹豫片刻 还是张口了 你过来 宋宋茫然 嗯 饭做好了 不吃饭吗 牛苗条觉着 吃饭等会儿再说 先把俩人之间的隔阂 解决掉了再说 不然的话 一会儿吃饭都够呛 能吃香 咱们先聊聊吧 宋宋文言 心立马就提了起来 快走两步 到了牛苗条的跟前 有些紧张兮兮的问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还是我 我吃的太多了 我 得 彻底误会了 牛苗条看着他 手足无措的样子 也是很无奈 拉着他坐到了炕上 我什么话都没说呢 你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对你干了啥 再说了 在你的眼里 我就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吃的多 你吃的那点饭 真不是我说你 来个猫崽子 都能比你多吃两口 宋宋冷静了一点 善善的 不好意思 好像是我有些太激动了 不怪你 要怪 也怪我事先没有跟你说清楚 搞得你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段时间 总是胡思乱想吧 牛苗条轻声道 我对于你的留下 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俩也可以 就这么大半过日子 我给你提供庇护 你为我打扫一些 简单的家务 提供一日三餐 只要你不选择离开 这句话就永远有效 所以说 往后这也能算是 你办个家 你用不着这么拘谨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都别往心里搁 还有我想说的是 你吃的饭有些太少了 如果想要将身体 快点养好的话 你还是要多吃一点 有营养的东西才行 说吧 牛苗条从贴身的口袋里 掏出来一卷钱 这个留给你 往后出去买菜什么的 用得着 像是鸡蛋 鱼肉 鸡肉之类的 只要遇见了 甭管多少钱 能买就买回来 我家里看着不咋 但是吃喝 还是能供应得上的 这话就说的相当低调了 宋宋眨眨眼 看着钱 有些望而却步了 这 这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牛苗条淡定的 将钱塞了过去 你做饭的味道不错 真的 宋宋傻眼了 手里攥着钱 耳边听着的是 牛苗条的夸奖 没忍住 眼泪都下来了 你是第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 也是第一个 夸我做饭好吃的人 他在家里什么都做 几乎是包揽了 全家上上下下 所有的事物 可就算是这样 他也得不到 任何人的好脸 他得到的 只有嫌弃 谩骂 厌恶 因为 他身为一个大男人 不想着赚钱养家 却只围着家里的 锅台转悠 殊不知 他打小就被这么养着 上学也没机会 自都不认识俩的人 就算是想赚钱 也没机会 他这次就是被家里人 抛弃了 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 也不知道 自己能依靠啥活下去 绝望之下 这才一个 没想开跳了河 宋宋眼泪啪啪往下掉 牛苗条人都傻了 他慌乱无措地站起来 哭什么 我哪里说错了 对不起 你别哭了 没有 没有 宋宋疯狂摇头 你没有说错什么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你是头一个 这么肯定我的人 你让我觉得 我活着 还是有点意义的 你活着的意义 应该是你自己 给予自己的 而不是别人给予你的 就算是没有人赞同你 那又如何 你该活还是要活的 总不能 因为没别人看中你 你就要去死吧 但是想到宋宋先前的 自杀行为 牛苗条沉默了半声 你要和自己和解 有时候 你被嫌弃 不是你做得不够好 而是对方是个贱人 啊 宋宋有些茫然 抬起脸 漂亮的脸蛋上 挂满了泪水 牛苗条莫名觉着 心里软乎乎的 从袖架上拿下了一张帕子 替他擦了擦眼泪 谁料 这帕子还没凑过去 宋宋就躲开了 牛苗条的手 愣在了原地 还没等牛苗条 心里的不适滋味蔓延开 就听见宋宋操着 软闷的口音 含含乎乎的 怪贵的 给我用 糟蹋了好东西 哦 原来是这样 牛苗条瞬间神清气爽 摁着宋宋擦掉了眼泪 什么贵不贵的 只要是东西 那做出来 就是给人用的 别动 把眼泪擦擦 宋宋坑坑叽叽半天 到底是伸手接过了帕子 小心翼翼的 在脸上擦了两下 就还了回去 我 要不我洗干净了 再还给你吧 牛苗条无奈的笑 用过了 还给我做什么 你留着用吧 啊 这么好的东西 宋宋腼腆一笑 我手这么操 到时候给挂出来勾撕了 那就少做这么多活 牛苗条皱着眉想 到底啥能仰手 在脑海里转了一圈 他觉得自己操了小半辈子了 这时候让他精致 一时半会也精致不起来 打定了主意 回头去问问周婷婷 就将这事 暂时抛在了脑后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吃饭吧 宋宋慌忙将帕子收了起来 擦了擦眼泪 嗯 那咱们出去吃饭 自此 宋宋算是 彻底在牛苗条的家里 安家落户了 因着周婷婷 不断往家里捡孩子 这小院 算是热闹起来了 嗯 就是很不错 时间悠悠划过 陈和跟陆生 也没找着家人 四婶这个嘴软心更软的 直接给俩孩子 连带着周牙 都打包扔学校里了 他们在家 是能帮衬着做点活 但是 总得为孩子的长远考虑 哎 养孩子 跟养小猫小狗可不一样呢 不过 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周婷婷 去见周威猛和周美美的 四婶之前 也为了一段时间 他们 这么长时间见不着 心里还是怪想得慌的 第462章 感恩 狼窝里捡孩子了 啥 周婷婷浑身上下都一个机灵 你要去看看 威猛跟美美 对啊 四婶叙叙叙叙 这么长时间没见 我也挺想得慌的 趁着现在你还没开学 咱们快去快回 把孩子丢家里 让你四叔看一天 咋样 咋样 那还真是不咋样 周婷婷现在一提起金娇 都觉着自己犯PTSD的 婶 周婷婷硬着头皮 咱家四个娃 都是在金娇捡回来的 你觉着 这金娇 咱们真的有必要再去一趟吗 四婶 啊 这是个好问题哦 她犹豫半天 蹦出来一句 不能吧 这世上哪那么多丢孩子的 再说了 就算是丢孩子很多 也不见得次次都会被他们撞见的 对吧 周婷婷琢磨着也是 这玩意儿吧 说到底是个概率问题 要不然 咱们过去看看 前两天就寻思着跟周威猛等 培养一下感情的 但是架不住计划 赶不上变化 遇见了霍清明在那边抓人 死 光是想想 还觉着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天呢 去 四婶也是个麻溜性子 立马就拍板定下了 这事儿 敢早不敢晚 与其计划来计划去的 不如就这么过去 也是 周婷婷觉着 这话有道理 那咱们走 等会儿 四婶一六岁碎念 小跑着上屋里 提留出来一大块小鹿肉 不能空着手去啊 多少得带点东西才行 周婷婷 婶 你这块肉给他们 真的还不够塞牙缝的 真的 留着咱们自己个吃吧 四婶一琢磨 你别说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当即又善善地将东西放了回去 哈哈 这样啊 那行吧 我啥都不带了 娘俩跟家里的老少爷们交代了两句 就踩上自行车 风风火火地跑了 四婶来到京都 长了不少本事 就好比这自行车 先前那时看得眼馋 也不敢骑 不会骑 现在 哼 周婷婷只能看见四婶的背影 人家吭哧吭哧蹬起来 那叫一个得劲 婷婷 四婶的声音 顺着风声传过来 快点滴 再慢悠慢悠 就不敢烫了 周婷婷无奈 只能扯着嗓子回话 来了 一个小时后 二人正是到了狼谷 好消息是 狼群各个彪肥体壮 就连新出生的小狼仔 都格外泼实 活泼 坏消息是 这他妈的 狼窝里怎么也有个小崽子 真是糙了 周婷婷整个人都处于麻痹的状态 婶儿 我可能是眼花了 你呢 四婶 我觉着你没眼花 我也瞅见了 这个崽子更小点 约目着一岁多的样子 话都不会说 磕磕绊绊能站起来走两步 周婷婷心肝脾肺 都快要被吓出来了 真的 得亏这是一群半家养的狼 但凡是野狼 从这小崽子误打误撞 撞进狼群的时候 估摸着就啥都不剩下了 咋整啊 周婷婷也很猛逼 我不知道啊 小崽子现在还在喝奶 撅着屁股 踏在狼的身上 狼吗 状态不详 就是周婷婷看着他 总觉着狼脸上满是心如死灰 他只棱着后腿 露出柔软的腹部 连耳朵间的毛毛 都黏答答的 周威猛看见了周婷婷 围着他转着圈的狗叫 神情激动 至于具体 在叫唤的啥 不好意思 是真的没听懂 周婷婷也不搭理他 就看着母狼给小崽子喂奶 小崽子吃饱了 松开了嘴 在地上爬了一会儿 又撅着屁股摇摇摆摆的 看样子是想站起来 只是本事有限 孤勇了半天 以失败告终 这时候过来了一只狼 微微靠近了小崽子 小崽子就相当自然的 把小爪子搭在了狼的屁股上头 揪住了一撮毛 借力爬起来了 就是那手上 都是狼毛 周婷婷再定睛一看 好吗 屁股都给嚎吐了一块 死 这小子 恐怖如斯啊 四神麻木 现在咋整了 周婷婷脑瓜子乱糟糟的 别着急 我再思考 这玩意给带走吧 带走是肯定的 关键是 咱们现在也没地方去安置他 周婷婷悲伤的家 家里 真的真的住不下了 他这么想 顺嘴就突如出来了 倒是四神很淡定 下意识的 还能住下 你这不是马上开学了吗 到时候你回学校 咱们地方就又宽敞了 好好好 四神你真行 有位擅长哪壶不开提哪壶呗 本来上学就已经让人很阴谋了 还说这个话 呜 伤心了 事儿 不一样的 周婷婷看着那小仔 淡定的 这和我之前捡回来的那几个不一样 那些个 最小的五岁 别的不说 最起码基本的自理能力是有的 吃喝拉撒 都能自主完成 四叔四神称死 就是给口饭吃 把衣裳洗洗 别的也没啥 但是这个 要带到那个程度 付出的心血 就大了去了 四神也知道 但是看着孩子不管不顾 他还真做不到 哎 现在能理解周婷婷 为啥往家里捡孩子了 四神叹息一声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现在回家 咱们找清明 让清明给他找找家里人吧 好 事已至此 把孩子留在狼群 肯定是不行的了 四神抱过孩子 小仔子也不怕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四神 那天真无邪的样子 都给四神整得 心里软乎乎的 他念叨着 哎呀 年纪大了 真是看不得这些 造孽啊 四神本以为 这孩子是个女娃 家里养着养着不想养了 这才给丢了的 刚刚还在操心 就算是 找到了家里人 回头再给丢一次 可砸着 这给清洗一下 就看见了 小小鸟 四神 所以 现在的人 还挺一视同人呢 不想养 就都能丢了 周婷婷 不知道为啥 感觉四神 现在被自己个儿带的 路是越来越大了 那 咱们现在咋办 看狼没看上 倒是捡回去 一个小崽子 娘俩对视一眼 决定 要不然 还是先打到回府吧 捡孩子 是真的会上瘾的 第463章 霍清明 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 疼老婆的男人 好运一生 回到家 四叔抱着孩子 相当高兴地迎了出来 看见四神怀里 还挂了个小崽子 当即就笑不出来了 不是 你们娘俩 周婷婷善笑 慢慢地跟四神 拉开了距离 哦那什么 这次的主谋 可不是自己啊 四神脸上的笑容 堪称是谄媚了 哈哈哈哈 你说巧不巧 这人现在是 喜欢生孩子啊 周婷婷 扑 憋住 不能笑 四叔妈了 他长叹一口气 眼神都空洞了 你难道 果然 老话 还是有点道理的 啥呀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啊 四叔头疼地 将怀里的姐姐 塞给了一旁 看热闹的周牙 看着姐姐 爷爷去收拾一下别的 周牙欢欢喜喜地 接过姐姐 让她站在地上 嗯嗯嗯 爷爷快去吧 我看着姐姐 没关系的 陆生和陈和 刺溜一下窜了出来 还是我们看着吧 我们年纪大 力气也大 你看着 怕是拉不住他 不可能 我拉得住 那我们一起 周牙委屈坏了 这是爷爷让我看着的 嗨 咱们都是一家子兄弟 分得这么清楚干啥 一起看着呗 周婷婷 但是 有一说一 他捡回来的孩子 是真的过分和谐了 没有抱团欺负啥的 一直都是和和美美的 唯一的争执 可能也就落在了 姐姐妹妹的归属问题上 嗯 这样想想的话 孩子也不是特别难养了 俗话说 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周婷婷觉着 有必要给家里的伙食费 再提一下了 不然的话 一个月那二三十块钱 还真的糊弄不来 这一张张 嗷嗷待补的嘴巴 愣着干啥 四叔冒头 赶紧的 我做饭你烧水 这孩子在外头 折腾了这么半天 还不知道多长时间 没吃饭了 孩子很听话 不吵也不闹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现在不大愿意 从四婶的身上下来 伸出小手 死死的 扣着四婶的衣裳 整个四婶 还挺受宠若惊的 哎呦 这孩子喜欢我 周婷婷脸上的笑容更大 嗯 确实是喜欢婶 不过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喜欢四婶的 四婶欢喜的把眼睛 笑成了一条缝 哎呀 你这孩子 就是喜欢哄我开心呢 没有哄你开心啊 周婷婷相当认真的 就是实话 四婶很爱干净 身上的衣裳 不说多么贵重 但从头到尾 都是干干净净的 身上还散发着 小孩身上的奶味 和灶脚的清香 两者结合 那叫一个书心 别说是孩子闻着安心了 就连他这个大人 有时候都会敲咪咪过去 吸一会儿四婶 弄了热乎乎的洗澡水 四婶将小崽子 丢进去洗刷干净 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抱在怀里 为了一大碗蛋羹 小崽子相当给力的 将一大碗蛋羹 吃得干干净净 吃饱了 就揪着四婶的衣角 趴在他怀里 睡得昏天黑地的 看那八达小嘴的样子 还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吗 哎呦 天可怜见的 也不知道是哪家狠心短命的 这么糟蹋孩子呢 周婷婷逗弄了一下 发现人家睡着了 自己这行为是 属于魅眼 抛给了瞎子看之后 相当淡定的收回手 轻咳一声 可嗨嗨 也不一定吧 可能是丢了吗 确实 四婶轻声道 要不然 咱们带去找找家里人 等清明回来再商量吧 周婷婷没打算养这个孩子 太小了 会给四叔四婶带来巨大的负担 而且 这孩子小 还不至于像周牙那几个 已经记着事了 送出去的话 怕人家觉着 他们养不熟 再苛待他们 反正自理能力有了 干脆就丢在家里 给口吃喝 到了年纪送上学 省事 这崽子小 就算是后面找不到家长 也能找个好人家托付 打小荡成轻生的养 也能顺遂平安地度过一辈子 周婷婷心里有数 四婶还不知道 她真真切切地 替这个孩子发愁 怎么了 霍清明回来的令人猝不及防 我瞅着 都在屋子里呢 周婷婷率先站起来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霍清明摘下帽子 有点事 我可能要出任务 提前回来打个招呼 怕你们不清楚内情 在跟着瞎担心啥的 出任务 霍清明点头 嗯 四神也急了 抱着孩子站起来 你们部队咋回事 是不是都没人了 干啥都要你冲在前头 是不是觉着 你是地方掉过来的 逮着你欺负呢 这是护独子心理 霍清明心里暖洋洋的 但他还是得解释 没 这玩意 谁都干活 谁的位置就稳当 我这也是为了以后打算 放心吧 四神勉强放心 但是 玄机霍清明将目光 放在了四神怀里的孩子身上 这是 四神叹了口气 捡回来的 本想着等你回来 再慢慢商量 这孩子何去何从呢 现在好了 你都快忙成陀螺了 他忙着诉说 压根就没发现 霍清明的目光已经变了 他几乎是把脸贴了过去 这 这是 周婷婷 他一把拽开霍清明 干啥 刚哄睡着 你再给折腾醒了 霍清明颤巍巍的从兜里 掏出来一张照片 认真的 我觉得 我的任务可以画上一个 圆满的句号了 周婷婷 摸 再说什么 没听懂 他接过照片 赫然发现 那上头虎头虎脑的孩子 跟四神怀里的 长得那叫一个异母一样 周婷婷猛逼了 不是 这要巧合 霍清明点头 对 这是科学家的孩子 独生子 这次也是特务钱藏 把孩子偷走了 寻思着威胁科学家来着 倒是巧合 被你们给捡到了 周婷婷一脸复杂 哪里是捡到的 这是从狼窝里掏出来的 你自己个儿寻思着吧 但凡这孩子 遇见的不是威猛爹 你觉着 他会有啥下场 这玩意就不能深想 光是想想 就一脑门的冷汗 你们等着 我去叫人 第464章 找这孩子爹妈了 四神 怎么个事 他咋没闹明白呢 这孩子 爹妈还没开始找 就自己个儿 撞到他手上了 真是神奇 周婷婷也觉着神奇 这个世界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偏生能治妖巧合 不过 这京郊内山 是不是受了什么诅咒 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事 周婷婷都寻思着 让霍清明弄点人 过去看守了 深山老林 那是给动物的栖息的地方 不是这些做了亏心事 进去毁尸灭迹的地方 时间长了 不就成了藏污那狗之所了吗 周婷婷在心里鼓刀一圈 面上没啥变化 倒是孩子吃饱喝足 没一会儿 就窝在四神的怀里睡着了 俩小时后 霍清明带着一群人 呼啦啦的涌了进来 为首的是一对神色慌张的夫妻 男人的眼睛都歪了 半掉不掉 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子 斯文书卷气息 至于女人 原先应该是个时髦的 这时候也顾不上来 衣裳也乱了 脏了 眼睛都快肿成核桃了 小林 小林 妈妈的心肝 快让妈妈看看 呜呜 没事吧 孩子刚睡着就被弄了起来 下意识躲开了女人伸过来的手 一牛脸趴在了四神的肩膀上 哇哇大哭 这一变故是大家伙都没想到 但谢天谢地 孩子找到了 女人抹着眼泪 仓皇地张开手 想抱抱孩子 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崩溃得要死 周婷婷能理解 她也是当妈的 见此拉着四神 和这陌生女人进了屋子里 人太多了 给吓着了 没事没事 这地方留给男人们说话 咱们上屋子里慢慢说 没事的 在周婷婷的尽力安抚下 四人进了礼屋 一进去 女人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你们 你们的大恩大德 我莫齿难忘 真的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我的孩子 周婷婷一把就给她拉了起来 别哭了 我知道你的心情 也能理解你的崩溃 但是 你看 孩子正看着你呢 你再哭下去 孩子都要被你吓着了 小林确实在探头探脑 眨巴着眼睛 半天忽然蹦出来一句 妈妈 要知道 这孩子屁大点 来到这边之后 话都没说过 估摸着是压根就没学会说话 这一声妈妈可不得了 把女人冷硬地伪装干了稀碎 本就嗷嗷哭的女人 直接哭成了烧水壶 呜呜的 周婷婷 得 劝了半天 孩子俩字 直接干崩溃了 孩子在四婶身上孤勇 四婶把她放下来 她摇摇摆摆地跑到了女人的身边 伸出小手 妈妈 女人更崩溃了 她到底在干什么啊 她差点把自己的孩子丢了 就差一点点 那可是在狼窝里找到的 但凡这两位没有凑巧过去看一眼 她岂不是这辈子都听不到这声妈妈了 她越是伤心 也就越是决然 她沈夕月雷厉风行了一辈子 也就是在她男人的家里 才这么处处受委屈的 摸了摸孩子的头 沈夕月抱着孩子 再次给周婷婷和四婶跪下了 周婷婷和四婶忙不迭去搀扶 沈夕月摇头 妹子 沈子 你们听我说 这个恩情 不是说我磕个头就能抵消的 我只是很感谢 你们 真的 真的感谢 我和我的孩子 差点就阴阳相隔了 哎呀 四婶看不下去 年纪大了的人 心肠总是格外柔软的 别跪着了 我看你也憔悴的不像样子 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吧 你等着 我让我家老头子 给你下一碗面条 咱们不说别的 吃的热乎乎的 暖暖身子 沈夕月想拒绝 却在听到四婶的下一句话 选择了答应 你是当妈的 你身子鼓垮了 谁替你看孩子 四婶叙叙叨叨 男啊 少见靠谱的 听话 沈夕月的嘴巴扁着 眼里都是泪水 谢谢沈子 得了 别谢了 周婷婷一把将娘俩都提了起来 顺手放到了炕上 其实你来了 也是好事 周婷婷看她心情跟狗屎一样 还逗她玩 你都不知道 这小家伙 要是再在我们家住下 你知道我们家得多少个孩子吗 多 多少 七个 沈夕月 可能是听错了 周婷婷乐了 真的 我生了一个双胞胎 这是俩 前段时间捡回来四个 我还从老家带回来一个 这家一块 可不是七个咋地 她笑咪咪的 得亏你们找来了 不然的话 这养八个 真是累都累死了 沈夕月的注意力 果然被周婷婷拐带走了 她好奇的 这是咋回事 嗯 就是 看见一个捡一个呗 周婷婷笑着打去自己 我的爱好是捡孩子 我婶的爱好 是养孩子 沈夕月傻眼了 婶 那不是你婆婆吗 她还以为是婆婆呢 不是 周婷婷解释道 我婆婆走得早 这是我家男人的四婶 人可好了 知道我怀孕坐月子 就过来帮忙来着 结果 就被她扣着了 老两口来了之后 就没再回去过 嘖嘖嘖 想想还真觉着 自己个儿有点畜生 随着周婷婷跟沈夕月 胡乱唠家常 她的精神也慢慢地松弛下来 直到四婶端来了一碗 色香味俱全的面条子 沈夕月这才觉着 她的腹中空空 嗡名的都有些脚痛了 四婶笑眯眯的 你先吃 孩子 婶给你抱着 沈夕月对四婶 就没有不放心的道理 她觉着 眼前这个婶子说得对 她得吃饱喝足 养足了精气神 才好跟那些混账动 她这个当妈的都倒下了 还能指望谁来看护孩子呢 那个看着粘巴 其实一肚子坏心眼的婆婆 畜生不如的东西 谢谢婶 四婶接过小林 客气客气 你快点吃 等会儿面条就驮了 吃鸡蛋 补补身体 四婶端饭用的是托盘 顺带着还蒸了不少鸡蛋羹出来 这下可好了 凡是小不点 就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喂 一个个张着嘴巴 嗷嗷待哺 跟那些个小雏鸟似的 场面壮观 还有意思 你一口 我一口 压根不用追着喂 一大碗鸡蛋羹 就全都消失了 至于剩下最后一口 给谁都是个事 四婶言也不眨的 给塞周婷婷的嘴里去了 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 周婷婷 知道您老心疼我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呢 我也是有点洁癖的喂 崩溃了 第465章 欧默 孩子爹妈要离婚了 吃饱喝足 外头的事情也谈得差不多了 戴眼镜的斯文仁 腼腆的露出来一个头 小心翼翼的 小月 带着小林回家吧 满是讽刺 这就是你所谓的文化人的教养 男人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 只是吃了一顿饭 媳妇咋跟吃了火药似的呢 再说了 他觉着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差了 哪里没教养了 他不是很明白 我 他当时有些手足无措 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 好了 小月 差不多就行了 仲怀还要为国家做科研 哪有时间浪费在儿女情场上面 还有你也是 他对生活不通透 还有你呢 你都不包容他 你指望谁去包容他 这话说的 周婷婷差点就窒息了 张嘴就是一股子跌弯 能把人冲死 他不敢置信的邓大言 忽然张口了 霍清明这人谁啊 霍清明相当淡定 一个不太熟悉的营长 说了你的口吻 很好 那他就要干了 周婷婷站起身 这位 这是家事 您一个外人跟着掺和 有些不太好 要不然这样吧 外头有茶水 咱们一边喝水 一边等一下结果 你觉着 怎么样 不怎么样 看见周婷婷搭话了 这位营长还有一些不大高兴 皱着眉 霍团 真不是我说你 我们大男人说话 哪有他们女人家家什么事 更别提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叫你的名字 你都不觉得丢脸吗 周婷婷脸上的笑容松弛了 唇线敏直 一看就知道他不爽了 霍清明斜了李虎一眼 眼瞼一盖 看不惯 你就出去 李虎得意洋洋 嫂子 听见没 霍团说了 看不惯 你就出去 霍清明 我的意思是 我们家就这样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 可以出去 没人留你 一句话 李虎脸上的得意还没散去 就悉数转化成了僵硬 霍团 你说这话 多少有点不合适吧 霍清明淡定 哪里 倒是你 你不觉得自己个儿说话很冒昧吗 这是我家 你冲着嚷嚷的人 是我媳妇 我都舍不得跟他大小声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跟他大小声上了 你也是有意思的很呢 话音一落 满场寂静 周婷婷微微挑眉 又还不出去 等什么呢 我请你啊 李虎很要脸 文言脸都气得胀红 等他走了 剩下的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 周婷婷倒是淡定的很 这家里 我说了算 想说什么话 最好过过脑子 再往外头顺了 谁要是说话不过脑子 就别怪我不给他留脸面 说完 周婷婷功成身退 沈兮月深吸一口气 越想越不值得 静思 身为孩子父亲 沈子和这个妹妹 救了我们的孩子 你现在是连一句 感谢都没了吗 静思傻眼了 没有 我不是不感谢 只是我的实验进度不等人 再就是 我刚刚已经感谢过货团长了 我觉得这都是一样的吧 沈兮月笑了 我刚刚说的不清楚吗 是沈子和这个妹妹 救了我们的孩子 跟货团长有什么关系 她充其量只是跑个腿 过来告诉我们一声 你连感谢人都不会吗 就算是要感谢的话 你也得感谢郑主才对吧 还是说 你压根就没把我们这些女人放在眼里 女人做的好事 荣耀也该男人来承担 亦或者说 在你的眼里 我们女人做什么 都是理所应当的 这一连串的逼问 早就压在沈兮月的心里 她压了好久好久了 一直没问出口 无非就是觉着 这个世界上 人无完人 她没必要对静思如此苛责 处处一点 照顾好家里 照顾好她 带好孩子 孝顺公婆 但现在想想 她觉着自己是个笑话 自己的忍让 在她的眼里 估计就是理所当然吧 甚至那些神经病公婆 还觉着自己个儿的儿子 多能耐呢 娶了千金小姐 还让千金小姐做小伏地 上赶着 光是想想 沈兮月都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 以前 她的脑子里到底装了啥 都是水吗 这样的蠢事也干得出来 可是 静思是真的喜欢沈兮月 这个女人温柔 知性 细心 是她所能接触到最好的妻子人选了 她想到了李虎刚刚说的话 有些委屈 小月 你到底是怎么了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你说 我该好不好 她有在尝试 安慰沈兮月 但 好像是起到了反作用 我就是一个搞科研的 我嘴笨 也不会说话 我知道 嫁给我是你受了委屈 但是 李营长刚刚也说了 夫妻之间就是要互相包容的 说着说着 静思自己个儿委屈了起来 如果连你都不包容我的话 还有谁会包容我呢 看看 又是这样子 沈兮月心如死灰 每次都是这样 小心翼翼的道歉 然后死不悔改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她到底是多么嚣张跋扈 其实 这段感情里面 最内耗的是她自己 你总是这样 静思 你总是这样 一点都不能长大 你以为的退让 就是在欺负我 你真的没发现吗 沈兮月深吸一口气 笑了 还有 关于你说的包容问题 我是你媳妇 不是你妈 没资格包容你 你如果真的想找人包容的话 我的建议是去找你妈 说吧 沈兮月顿了顿 对了 我再好心提醒你一句 如果真的要找妈的话 你可以去军事法庭上 另外 我通知你一下 我们的婚姻破裂了 我要离婚 你啊 自己个儿守着你那偏心眼的妈 慢慢过吧 说吧 沈兮月抱着孩子 对周婷婷和四婶 再次鞠了一躬 真的很谢谢你们 这次来的匆忙 下次定然登门拜访 你们救了沈家的孩子 我们沈家会记在心里的 第466章 离婚 静思已经猛了 她望着沈兮月瞠目结舌 下意识蹦出来一句 小月 别无理取闹好不好 好不好 沈兮月深吸一口气 好你爹 话音刚落 沈兮月抬手 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随着清脆声响起 沈兮月觉着胸口的闷气出了大半 她微微一笑 我们现在还是夫妻关系 这算是夫妻间的纠纷 你应该不至于小心眼的找我麻烦吧 说吧 沈兮月无视彻底猛逼的静思 抱着孩子扬长而去 静思愣在原地 半晌 求救般的目光落在了霍清明的身上 霍团 我这 霍清明摇摇头 这事我帮不上忙 而且孩子我们家也找回来了 我的任务到此就结束了 她抬起眼眸 满是同情 往后的事情与军区无关 这就只能助您好运了 孩子是找回来了 但是家庭彻底破裂 想想自己这段时间听到的传言 这静思家里 也是污糟烂事一箩筐 就是可怜的沈兮月 好好的大家小姐 给自己弄了一身骚 主要人物走了 剩下的也都得散场了 人群接二连三的离开 周婷婷这才拽着霍清明 到底是咋回事 为什么她把婆婆送上了军事法庭啊 难不成 这孩子丢了 还跟她婆婆有扯不开的关系 霍清明就将自己这段时间听说的事 整合了一下 跟周婷婷说了 嗯 是吧 如果这孩子丢了 需要划分责任的话 这婆婆 算是首当其冲了 周婷婷 妈的 这日子过得真苦 怎么回事 你细细说 简而言之 静思算是草窝窝里飞出来的金凤黄 这步 靠上了沈家的梧桐枝 再加上她本身的能力上且OK 就在这京都扎了根 婆婆就是一个相当平凡的乡下老婆婆 而且 这老东西 重男轻女且不提 她还格外偏心大儿子 觉得小儿子现在过得这么好 不拉着一把老大 那就是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 她满脑子都是琢磨着 让小儿子给大儿子安排一个工作 静思没啥话语权 对于这事 她帮不上忙 只能把沈希月推出来挡枪 甚至 美其名曰 女人和女人之间好说话 殊不知婆媳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她身为男人不想着在其中调停 润滑 反倒是脑袋一缩 转眼溜了个快火 拍拍屁股就走 啥事都不想管 沈希月也很无奈 她不是狠心的人 关于戴伯哥的事 她想管 却无从下手 主要是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有多大的能耐 就端多大的碗 静思的哥哥 除了吃根睡之外 亦无常处 沈希月就算是想帮忙 也只是干着急 压根深不上手的 可静思他妈对自己个儿的儿子 那是添了几千层的滤镜 在他眼里 小儿子 静思都赶不上 大儿子静永一根手指头的 静思他妈觉着静永找不着工作 完全就是沈希月这个做儿媳妇的不上心 她不想让静思被静永比下去罢了 就这么着 天长地久 裂痕就这么出现了 静思他妈 只要吃饱喝足了 在家没事干 就开始歪着头找事 一天到晚 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 要吵八百次 沈希月无奈 家里待不下她 她只能想法子出来工作 再就是 沈希月觉着 为了孩子 她已经牺牲了一年半的时间 再这么下去的话 她就算是想返回工作岗位 也比较困难了 越琢磨越有道理 沈希月狠狠心 咬咬牙 决定把孩子放在家里面 交给保姆看管 她出去上班 不管赚多少钱 总归是个镜像 再就是 沈希月也不想总是和静思的母亲在一块 再这样下去 她早晚会变成神经病 而且 她也不打算让静思他妈 帮忙带孩子 欠人情 更何况 这些人实在是难以沟通 一旦沾上了 那就跟浇水一般 撕都撕不下来 可沈希月万万没想到 饶氏如此 也能被静思他妈给活活坑死 谁都没想到 她一个乡下老太太的胆子这么大 为了给自家大儿子 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居然将主意打到了静思儿子的头上 特务寻思着想 抓了静思的儿子 逼迫他远走海外 到外头 去研究东西 本来那边是铁板一块 特务脑瓜子 都抓破了 也愣是靠近不了 但架不住静思他妈足够愚蠢 内鬼一嚣张 且没有脑子的话 不管别人想干啥 都足够轻便 甚至是事半功倍 静思他妈三言两句 就把孩子从保姆那里哄骗回来了 特务接着孩子 马不停蹄地跑路 另一边兵分两路 开始威胁静思和沈希月 然后就是霍清明接到命令 不计一切代价找人 事情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步 霍清明也算是能理解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次 我估摸着沈希月是彻底死心了 谁说不是呢 男人是摆设 一点盲帮不上 不管家里发生了啥都选择隔岸关火 男人妈更是霍霍头子 专管惹事的 与其在这破破烂烂的家里耗着 倒不如狠狠心 彻底撕扯开 往后也算是图个清静吧 而且周婷婷看沈希月的谈吐 气质 不像是穷人家的姑娘 估摸着背后也是有娘家撑腰的 不得不说 有些时候 周婷婷的预感还是相当精准的 沈家是一门很低调的家族 因着人丁携手 一直以来都是不拔尖 不逞强 安安奋奋过自己个儿小日子的性子 类似于 后世所谓的卡皮巴拉 主打佛系 只要不触犯原则的情况下 不管遇见啥事都能笑呵呵的 江湖吗 一笑敏恩愁了 但沈希月的经历 给沈家这群卡皮巴拉折腾恼火了 别的事都是小事 沈家的闺女受了欺负 那就是天大的事 直接带人给靖家砸了个稀巴烂 那个死老太婆 不是最喜欢靖勇这个儿子吗 沈家一视同仁给靖思和靖勇都做了个够呛 当然 对待靖思还是手下留情了的 毕竟还得做研究 伤筋动骨不太好 尤其是那双手 沈家人相当贴心 哪都打 就是不打手 嗯 这么爱做科研 想必 就算是挨了打 也会爬着过去做科研的吧 第467章 豁然开朗 靖勇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 沈家人下手很利 有泄愤的意思在 但同样的 沈家也是存了坏心思的 靖思他妈那事 也就是雷声大 雨点小 最后肯定会顾及靖思的感受 而不了了之 至于靖思他妈回家之后 会不会感念靖思的恩情 嗯 不知道 但是看见靖勇的伤势 却一定会生气 沈家就等着看热闹了 这一大家子窝里斗 狗咬狗的戏码 还真是让人期待得很 沈家暗戳戳的小心思 除了几个明眼人 再就是几个和沈家 靖家关系匪浅的能看出来 剩下的都觉得沈家 还是有点仗义在身上的 哎 闺女都被欺负成了这个样子 还能想着留情面 要是他们的话 斩草就要除根 但具体事情具体判断 沈家不觉着靖思 离开沈夕月能过好 就凭他那个 这么能脱后腿的妈来说 靖思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与其一巴掌摁死 不如狗拿耗子似的 慢慢玩呗 反正日子还长 未来总有能见分晓的时候 沈家人离开的时候 也算是直言了 往后桥归桥 路归路 孩子也不劳烦靖家养 直接带着改了姓氏 也算是高兴了 直到沈家人登门致谢 送来的礼物 差点把隔壁小屋都给堆满了 尤其是沈妈 她跟四婶差不多的年纪 看见四婶 激动的要给她跪下磕两个 还是四婶拼了吃奶的劲 死命给她拉扯起来的 哎呦 大妹子 你这是干啥 咱们要说话就好好说 可不心动不动就下跪的 老姐姐 我真的谢谢你 救了我们家孩子的命啊 我苦命的女儿 就是一个孩子 疼得八心八干 要是这孩子没了 我的闺女也救 她气不成声 四婶心里也不好受 好了好了 别难过了 好在这是逢凶化吉呢 往后啊 这孩子的一生都顺顺当当的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咱这就叫 脾气泰来 沈母擦擦眼泪 破涕而笑 老姐姐 真的谢谢你了 谢我干啥 要我说啊 也是你们沈家平时既得行善 你们都不知道 我跟婷婷过去的时候 这孩子正趴在母郎的身上吃奶呢 哎呦 真的 那个机灵劲哟 上次来的匆忙 还以脑门的事 压根就没打听细节 这次听见了细节 讲真的 人都有点骂了 这 沈母不敢置信 还有这事呢 可不咋的 四婶眉飞色舞的讲解 一时间 将沈母等人的目光 都聚集到她的身上去了 沈熙月扯开唇一笑 真的是麻烦你们了 周婷婷摇头 这算哪门子麻烦 说起来 还得谢谢你们赶过来的快 不然的话 我这家里 这么多孩子 都要养不下了 沈熙月扑斥一声笑了 你们是好人 周婷婷 嗯 话说得太早 容易打脸哦 还行吧 周婷婷勉强答应了一下 张口道 对了 你这孩子 你是打算带回家 沈熙月苦笑一声 算起来 其实我也是个不孝女 快三十的年纪了 还给家里添这么多麻烦 别的都好 就是感觉对不起我爹妈 他们一把年纪 还不能完全放松 替我忙里忙外的 周婷婷看着沈母刚刚那样子 可不觉着别的 呃 你们家 是不是就你一个独生女 沈熙月惊诧一瞬 点点头 是的 你走了之后 你爸妈应该是挺孤单的 你带着孩子回去了 这一家两口 一下子变成了一家四口 我觉着啊 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 其实 仔细想想 也确实 从空巢老人 一下子华丽变身 女儿在身边了 还能含一弄孙了 最重要的是 手里有钱 家里有粮 周婷婷想不到 沈家有啥好难受的 关键是这么一分戏 还处处都对 沈熙月惊呆了 啊 还能这样吗 周婷婷反问 为什么不能呢 你不要总是沉溺在过去的痛苦里 我觉得吧 珍惜眼前和当下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 这些话都是我说的 你怀疑 情有可原 但是 咱们得摆事实 讲道理吧 有这个时间 你不妨 去看一看你爸爸妈妈 他们的脸上 笑容是不是比之前要多得多了 沈熙月煞奸恍然了 你说的对 之前是我的错 我总觉得 除了这种事情 对不起爸爸妈妈 要他们一把年纪 还要替我操心 他眼泪掉下 静思这个人 只适合做科研 他就只能在天上挂着 只要接触了我这样的凡人 俗人 什么样的感官 都会碎一地的 他不成熟 幼稚 逃避问题 撒谎成性 尤其是他的亲人 屡屡让我崩溃 我总是想着 这个世上 人无完人 女人这一辈子 眼一睁一臂 也就过去了 我总想着忍让 一忍再忍 忍了又忍 忍到最后 忍无可忍 沈熙月苦笑着 现在想想 我才是 那个最大的笑话 我总是觉着 家庭是需要美满的 孩子得有父亲 我得有丈夫 我这段时间 虽然和静思分开了 但是 我心里总是在想 我这样做 到底对不对 周婷婷对他表示了肯定 对啊 为什么不对 发现选择错了 就要及时抽身 不然的话 痛苦肯定都是你的呀 痛苦 沈熙月一脸正然 确实 他很痛苦 想给孩子和自己 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整夜整夜睡不着 应付婆婆的憔悴 无力 静思不能帮忙 他因着不被母亲喜欢 总是下意识讨好他的母亲 这也就让静思他妈的气焰 更加嚣张 一大家子和起火来 欺负一个刚生完孩子的沈熙月 现在想想 他没有被逼到抑郁症 跳楼自杀 都是坚强的了 我现在 好像是有点 沈熙月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还是周婷婷笑眯眯的 是不是感觉自己个儿 豁然开朗了 第468章 必须要生儿子 生多多的儿子 对对对 沈熙月欣喜 就是这样 周婷婷哈哈大笑 这样就对了 婚姻需要经营 必须得两个人一起付出才行 若是一方冷眼旁观 只剩下另一个苦苦挣扎 找寻这段婚姻存在的意义 和自己的价值 那么 这段婚姻 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即时抽身才是最优选 苦苦支撑 只能让自己更痛苦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多谢你 沈熙月释然的 你又帮了我一次 周婷婷认真的 不 是你自己帮了你自己 这浑水 你自己蹚出来了 我呀 充其量就是你站在岸边 觉得冷的时候 给你披了件衣裳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的 有些人深陷泥潭 只有先自救 才能被别人拯救 周婷婷一直坚信这一点 还是很感谢你 二人站在门口说话 牛喵跳也冒头了 这段时间 人家也是喜上眉梢 送送的到来 给牛喵跳排解了不少孤单 二人从一开始的生疏 也变成了 能互相说两句知心话的地步了 嗯 牛喵跳探头 在院子里干坐着干啥 上我屋里坐一会儿吧 周婷婷挑眉 能行吗 牛喵跳乐了 为啥不行啊 那我们过去看看 周婷婷想到了 牛喵跳那一屋子绣活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 沈夕月还能买点带回去 走 沈夕月有些好奇 对牛喵跳点了点头 也笑眯眯的跟着进去了 而后 就是惊讶 这都是 牛喵跳摸摸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 都是我做的 咋样 看着还不错吧 是相当不错了 沈夕月迫不及待的 跑过去仔细观察 你今年多大了 看着手艺 咋说 也得四十多岁的绣娘 才能做出来 牛喵跳不大好意思 还不到三十 我应该是在这上头 有些天赋吧 沈夕月惊叹的 我都不敢想象 这东西 要是坐在衣服上 会有多么惊艳 那衣裳的产量 可就低了 倒也是 有些行不通了 不过 你这些花样倒是有意思 好些都是 我没见过的 牛喵跳没想到 沈夕月是个行家 点点头 对 是我自己绣花的时候没事 琢磨出来的 我能跟你换点吗 送上门的生意 那真是不做白不做了 可以 看看你喜欢哪些吧 都喜欢 牛喵跳 那 倒也不用给他一网打尽了 嗯 这些东西的价格不算低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牛喵跳说话值 也不怕得罪人 而且 这些东西 好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你要是真的喜欢 一样拿个一两个 一丝一丝就得了 完全没有必要拿这么多的 好吧 沈夕月也听劝 那我挑点 你想要啥作为报答呢 嗯 钱 票 黄金啥的 都行呢 不管是什么时候 黄金这东西 都是硬通货 牛喵跳 还是比较坚信这一点的 要不然 当初给姐姐妹妹 准备见面里的时候 也不会挑了 纯金打造的偿命锁 好 买卖成了 都皆大欢喜 倒是周婷婷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手工绣东西不成 但是 如果是机器呢 弄个机器出来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做大做强 批量生产了 这好像是一根 小小的种子 埋在了周婷婷的心里 就等着某一天 忽然破土而出 做大做强 沈家人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周家人的生活 很快再次规律起来 就是周婷婷短暂的 对京交那片地方 产生了PTSD 真的 她快要整出来 心里阴影了 大一下半学期 周婷婷照样是住校 偷摸着点时间回家 反倒是霍清明 清闲下来 任务也不出了 整日早出晚归 就是到军区一趟报个到 看着周婷婷咬牙切齿 羡慕不已 当然 她还是很大度的一个人 只是偷偷在心里嫉妒 面上 她什么都不会说的 倒是霍清明看出来了 抽个时间 没回家 反倒是带了一束花 溜溜搭到了京大 彼时 周婷婷正在 烦不胜烦的拒绝追求者 这位同学 你真的已经给我 造成困扰了 为什么呢 男人戴着一副宽边 黑矿眼镜 神色执拗 一家有女 百家球 你应该高兴才对 为什么是困扰呢 周婷婷 真的很想骂骂咧咧 被她这样的人追求 是什么很体面的事情 我高兴的屁 我之前就说过了 我有家有业 女儿都有两个了 为什么还要被追求 男人轻笑一声 故作风流的 扶了一下眼镜框 不要逞强了 我知道你 拒绝那些人的原因 说实在的 你还是有点眼光的 那些穷小子 他们的未来 几乎是一眼就能看到头 你选择拒绝他们 我能理解的 但是 你不应该再拒绝我了 虽然我家里是偏远山村 但是我们家大业大 光是儿子 我们家就有七个 我是妖 你应该荣幸才对 周婷婷 玩犊子了 她要么是今天奇猛了 要么就是热迷糊了 不然怎么会听见 这么甜不知耻的话呢 不过 正是因为她足够奇葩 直接给周婷婷的 胜负欲干出来了 她倒要看看 这男人还能说出来 多少奇葩话 为什么呢 你不知道 男人冷笑一声 无不轻蔑地说 果然啊 就算是考上了精大又如何 女人嘛 终究是头发长 见识短 这样如雷贯耳的古语 都没听过 周婷婷笑了 怒即返笑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啥话 小儿子 大孙子 老人家的命 庚子 男人得意的 我就是妖儿 只是可惜的是 你就算是嫁给我 也生不了长孙了 不过没关系 我觉着 就算是占不了长孙 咱们也能在数量上取胜 到时候多生几个吧 她当真是掰着手指头计算起来 大嫂生了五个 二嫂生了六个 三嫂死得走 没留下一男伴女 倒是可惜我三哥了 遇见这倒霉婆娘 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孤零零的 但是四嫂能耐 生了三个儿子 五个 六个 去年才结婚 一个孩子都没有 周婷婷 叹为观止 男人叙叙叨叨的 只要咱们俩的速度足够快的话 还是能够后来者居上 赶在五个 六个的前头去的 周婷婷扎扎嘴 妙啊 这人分明是想早死早投胎的吧 第469章 邪妹一笑 我是胡根苗 男人看周婷婷目瞪口呆 还以为她被自己迷住了 邪妹一笑 对了 差点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胡根苗 怎么样 是不是被我彻底迷倒了 周婷婷沉默 旁边的黄翩然 已经听不下去了 她走到了一旁 蹲下来 抱着肩膀 憋笑 撇成了神经病 真的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反正周婷婷每次都能遇见奇葩 还次次 都奇葩的不大一样 真是 笑死人了 周婷婷则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深刻的侮辱 这一定是羞辱 甚至她都有些怀疑面前 这个自信心爆童的男人 是不是被别人找来整骨自己的了 她是不是无意间得罪了什么人 才会遭此横祸的呢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齐心歹毒 万万不能成为敌人 她是懂得如何去恶心别人的 对了 胡跟苗看着周婷婷 就算是出于礼貌 你现在应该把也把你自己的基本情况告诉我了吧 我觉得吧 你这个人 虽然别的方面都平平无奇 但样貌还算是出挑的 别的都不提 就仅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 你能配上我 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这个好模样的话 我是万万不会挑中你的 我们胡家挑儿媳妇 也是相当有讲究的呢 不过你现在的身材太过干瘪了 太瘦了些 压不住福气 应该吃点好的补补身体 到时候才能有力气 给我生大胖儿子 要知道 我可不是生一个两个就能罢手的人 我可是要生七个的 我必须要凌驾在老胡家所有人之上 才能罢休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事先跟你说一下 省得你后期 觉得我骗了你 胡跟苗觉得自己 简直是要身世爆炸了 把力与毕 给周婷婷分析的清清楚楚 到时候 就算是周婷婷 对自己的某些决定有什么不满 也不能理直气壮的去责备自己 毕竟这些东西 自己在结婚之前就跟他分析过了 只是那时候的他 肯定是太爱自己了 所以才没有想好 就被欢喜冲昏了头脑 迫不及待的选择嫁给自己了 考虑不周的话 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 不过想到这里 胡跟苗觉得 哎呀 毕竟是小姑娘嘛 长得漂亮 总是有一些特殊权利的 只要不大做大闹 平时的小做小闹 也是能够培养感情的 她也是可以酌情原谅的 周婷婷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我长得好看 但是 找对象不但要看对方长得好不好看 也要看看自己长成什么样 就你这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可恶嘴脸 我真是多看一眼 我都嫌恶心 家里没有镜子 尿总该有的吧 没事的话 撒泡尿罩罩 看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 真是活见鬼了 倒了八辈子没 遇见这样倒胃口的人呢 胡跟苗傻眼了 你 你这女人 怎么这么阴情不定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又翻脸不认人了 还是你觉着 我给你表白 就等于是我掉了面子 我告诉你吧 如果不是我可怜你的话 我肯定是等着你给我表白的 我只是看在你是女孩子份上 多迁就你一下 没想到我的迁就 却成为了你拿捏我的把柄 真是笑死人了 喜欢我 是你做的事情 暗恋我 却不敢说的人 也是你 现在我表白了 你就就着这个坡 赶紧下巴 还拿桥 你还有什么自个拿桥 老女人 你都二十落头了吧 在我们乡下 姑娘家家的 十八岁就都嫁出去了 像你这样的 那就是没人要的老姑娘 我表个白 你还摆上谱了 真是可笑至极 荒谬至极 周婷婷 完了 她可能真的是病了 她连这个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周婷婷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她 再说了 这人放在霍清明面前一对比 那真是人比人得死 或比或得扔 甚至不需要对比 俩人光是站在一块 这胡跟苗 就被苗成了渣渣 真不知道 她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 觉着周婷婷看上了她 还是主动追求的 女人的自信 来源都是有依据的 周婷婷想了想 轻声道 要么是明媚的长相 要么是过硬的本事 再要么就是衣食不愁的生活 但是 周婷婷一脸的一言难尽 可是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观察 发现 思考 我觉得男人的话 她只要是自信 是完全可以没有依据的 只要她能够直立行走 她就是一个相当自信的男人 黄翩然已经憋不住了 放声狂笑 爱妈呀 婷婷啊 看在你一往情深的份上 你就从而这位胡同学吧 我觉得 你要是再不答应的话 她因爱生恨 可能要恨死你了 周婷婷 奶奶个腿儿的 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姐妹了 咋一整个看热闹 不嫌弃事儿大呢 不至于 胡跟苗的脸 拉得跟驴脸一样长 我是大男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拿得起放得下 不像是你们女人 屁大点事都要叽叽歪歪 半天一点都不爽快 字字句句都是男女对立 最重要的是 她嘴上说着拿得起 放得下 可那表情 分明是把记仇这俩字 写脑门上了 还真是 又小心眼 又死要面子啊 哼 看不上我 是你的损失才对 胡跟苗看周婷婷不吭声 立马开始啰嗦起来 什么东西啊 真是服了 幸好我趁早看清了 你的真面目 不然的话 有的是我的苦日子 这就是赤裸裸的 得不到就毁掉 周婷婷咧开嘴 乐乐 你想死吗 眼镜难一愣 神 什么 周婷婷觉着 自己个儿笑话 也看得差不多了 再听下去 就是对自己个儿奶 死得不礼貌了 傻逼言论听多了 对心情不好得很嘞 旁边刚好是个水渠 周婷婷寻思着 这都已经不是春天了 这货还能饭桃花颠 自己个儿脑瓜子不好使 用得太少 稍微用一下 就容易卡机损坏 既然如此 那就冷却一下吧 周婷婷笑眯眯的 天气太热了 你要不要洗个澡 冷静一下 第四百七十章 现在就开始着急关心我了 胡跟苗笑了 女人啊 说到底就是嘴硬心软 还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耗面子 早这么答应自己不就得了 还非得等她 未必有威逼力又一番 这才凑上来 小心翼翼的关心 现殷勤 图啥呢 嗨 胡跟苗觉着她娘说的对 女人啊 就是不能太给她们脸 不然的话 迟早要闹翻天的 一个家里就是要男人说了算 女人管家抢倒污塔 这肯定是不能行的 哎 还是要时不时的敲打一番才成呢 不然 就周婷婷这样的性子 迟早要造反的 至于天气热不热 她要不要洗澡 这是姑且慢慢考虑 再说了 胡跟苗觉着 自己是一个很保守的男人 不可能在婚前 就和别的女人去洗澡的 就算是周婷婷 想要伺候自己洗澡 那也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如果周婷婷 真的尚感着想表现的话 也能给她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让周婷婷 把自己的洗澡水 打好放在门口就行了 至于伺候洗澡 这不是还没结婚吗 等结了婚 有的是机会伺候自己 做胡家的儿媳妇 标准就是贤妻良母 伺候好丈夫 照顾好公婆 最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得会生孩子 多多的生孩子 光是把孩子生下来 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得生好孩子 生聪明孩子 如果能够把孩子 一路教育到自己这个份上 也勉强算是 她是一个成功的母亲吧 不过这些话 胡跟苗暂时不打算 跟周婷婷讲 这些都是结婚之后 要考虑的事情 婚前的话 就不必多说了 省得她再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这么好看的脸 要是因为这种事情 变得憔悴了 得让人多心疼啊 至于婚后 相信在自己的领导下 周婷婷 就算是有些地方 做得不完善 也没关系 看在她的好看的份上 自己也会帮着她 尽力苗补的 不过孝心肯定是要有的 不孝的女人 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俗话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嫁给了自己 那自己的父母 也就是周婷婷的父母 周婷婷有什么资格不孝顺 这些话 胡跟苗没有说出来 当然 她也没机会再说了 对了 周婷婷突然出声 胡跟苗吓了一跳 嗯 她满脸疑惑 怎么了 周婷婷十分认真的 你会游泳吗 胡跟苗孝的邪妹 现在就开始关心我了 不着急 只要咱们俩真的在一起了 以后 有的是机会让你关心我 周婷婷 手好痒啊 她深吸一口气 会不会水 那是自然 胡跟苗还想吹嘘一下 自己小时候的战果 但 周婷婷的耐心彻底高清 她上前一步 趁着胡跟苗还没反应过来 揪着她的衣裳领子 轻飘飘一抬手 一把就给她丢到了 身旁的小池塘里头 这小池塘水不深 就算是汗鸭子 也淹不死 更何况 胡跟苗本来就会水 那就是彻底的没问题了 周婷婷把她丢下去 撑死也就是让她洗洗脑子 至于别的恶意 那自然是没有的 抛头露脸去干人的事情 以前的周婷婷会做 但 现在的周婷婷 是不会这么干的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太不划算了 她现在已经学聪明了 只会寻一个四下无人的时候 悄悄摸摸的套了麻袋 给她狠狠的揍一顿罢了 胡跟苗落水 猛逼了 你干什么 你这个疯婆娘 周婷婷犯了个白眼 什么疯婆娘不疯婆娘的 再狐猎猎 老娘我抽死你 真他妈的出门没看黄历 这一天天的 光遇见垃圾了 老娘早就说过了 我结了婚 有家庭 还特么表白表白 你脑子里除了谈对象 就没别的事了 再说了 就算是谈对象好吧 你这自信 真的让我作恶 恶心 告白还要贬低对方 怎么的 今儿出门太着急了 忘记带脑子 把昨夜拉出来的大份 顺手塞脑壳里了 周婷婷不想就算了 越想越气 真的 还贬低老娘 真他娘的给你脸了 你也不看看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跑过来说我 我呸 还老娘除了美貌一无所有 老娘的武力值 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周婷婷插着腰骂骂咧咧 身后的霍清明 嗯 好久没看见自家媳妇 这么生龙活虎的时候了 她唇盼忍不住带了一抹笑 黄偏然看见了霍清明 傻眼了 霍大哥 你怎么过来了 霍清明扬了羊手里的花 轻声道 路边的花开得挺好的 我弄了点给婷婷带回来 要是霍清明没记错的话 以前的周婷婷 很喜欢鼓刀这些小玩意的 现在不大感 纯粹是因为 姐妹俩现在像个皮猴子 东爬西爬 看见了 腊手催花是小 这逮着啥都往嘴里塞事大 渐渐的 周婷婷也就不往家里 弄这些玩意了 可霍清明还记着 黄偏然脸上的笑容扩大 她点点头 小小声的 哈哈哈哈 好 霍大哥 你快去轰轰吧 我觉得婷婷都快炸了 霍清明点头 我看见了 没事的 她现在正在信头上 我过去了 我也得倒霉 谁烧起来的火 谁给面 霍清明觉着 周婷婷的内核相当强大 完全不需要 她去横加干涉啥 再就是 她有些心虚 周婷婷一而在 再而三地重复自己有家事 却没人相信 究其原因 根本是在她的身上 她上半年的时候 太忙太忙 压根抽不出来时间 只要自己三五不时地 来惊大溜大一圈 很多谣言都是能不攻自破的 现在想想 霍清明也是傲恼与后悔居多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一趟吗 只要事先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扼杀在摇篮里 不就完事了吗 她旁边等着 静静地 沉默着 等周婷婷发泄完了 一扭脸 呦 另一位也撞枪口上去了 她挑挑眉 阴阳怪气 呦 您还知道来这瞧我一眼呢 霍清明无奈 既然都被发现了 再遮遮掩掩掩 也没啥意思 干脆抱着花缓步走了过去 嗯 今天没什么事情 就想着过来看你一眼 第四百七十一章 她虽然通篇胡扯 但有件事说的是对的 那就是 我媳妇好看 不得不承认 周婷婷看见了花 心情很好 挑挑眉 带给我的 嗯 霍清明轻声解释 在路上看见了 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好吧 周婷婷承认 她确实挺喜欢的 接过了花 周婷婷拽着霍清明站到了桥上 冲着下头洛汤鸡一样的胡跟苗 翻了个白眼 看见了吗 这是我孩子的清点 你跟他别 别笑死人了 我就算是把眼珠子抠了 也瞧不上你那样的 说出来的话 都让人恶心 胡跟苗看见高大帅气的霍清明 确实是傻眼了 她一直以为周婷婷只是不想 接受那些狂风浪蝶 而编造出来的借口 在这一瞬间都变成现实 不 不可能啊 胡跟苗善善的 他们都说你没对象啊 不管我有没有对象 你那种行为 故意贬低女孩的行为 都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有些话周婷婷只做到了点到极致 毕竟她也不是胡跟苗他妈 没有义务和责任去管教她 这样的人 等出了社会 自然有社会的人去收拾 周婷婷的话 她只需要做到 给她收拾服帖 别来招惹自己 个儿就成了 剩下的 她莫不关心 最后告诫你一遍 再给我瞎传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咱们俩没完 说吧 周婷婷拽着霍清明 潇洒离场 至于黄偏然 人家相当有眼力见 早就跑路了 将二人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光给他们 等到了没人的僻静地方 周婷婷收起满心欢喜 脸一拉 开始掉脸子了 你有啥想说的吗 嗯 霍清明知道这是一道送命题 不管说什么 最后的问题都会归咎在她的身上 既然如此 那不如就另辟蹊径 不说别的了 只说 嗯 我觉得这人虽然通篇都是胡扯 但有一个观点 我还是挺认同的 周婷婷 她脸上的怒火被错愕取代 讲真的 霍清明这一手 给她打得措手不及 啊 霍清明一本正经 真的 我媳妇就是漂亮 你怎么这么好看呢 这么多人都虎视眈眈的盯着你 这还是在上学的时候 等到你毕业了 你身边站着的 还能是我吗 周婷婷 她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就见霍清明轻声细语的 我往后真的不会那么忙了 我会多来学校找你的 像是今天这种情况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胡跟苗的发言 没啥杀伤力 伤害不到周婷婷 但 俗话说的好啊 癞蛤蟆趴脚上 她不咬人 恶心人啊 周婷婷是真的被伤到了心 那种感觉相当微妙啊 真的 嗯 霍清明觉着 自己这一关 应该是过得差不多了 以后多陪陪你 不好吗 好 周婷婷的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更别提 把胡跟苗 从路上扔河里的时候 就已经解了不少气了 她心满意足 那我也不为难你了 现在是放学时间 该吃午饭了 不过 我估摸着这个点 食堂里 难得的好吃的 应该都被抢得差不多了 要不然 咱们俩出去吃 本来就出去吃的 去文英那家私房菜怎么样 周婷婷挑眉 你也喜欢 喜欢 你喜欢的 我都喜欢 哦呼 周婷婷当时起了怀疑的心思 不对 你真的不对劲 怎么了 看周婷婷这个表情 霍清明也茫然了 有哪里做的不对吗 她认认真真的思考了一下 是我哪里做的不到位 不 不是不到位 是太到位了 搞得周婷婷总觉着 这其中有诈 尤其是她居然跑到了学校来 以前聚少离多的时候 也没想过来学校的 几乎是瞬间 周婷婷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官窍 而后 脸霎间变得躯黑 抬手 精准呜呜地揪住了霍清明的耳朵 咬牙切齿的 今天这么殷勤 还真是奇了怪了 让我猜猜 又要出任务了吧 这次打算走多长时间 十天 半个月 一个月 一或者是三五个月 她要是不心虚的话 犯得着这么讨好自己吗 反常 实在是太反常了 霍清明眨眨眼 相当无辜的 媳妇 你在说啥呀 我一点都听不懂 还跟我装 真的没有 十分钟后 确定自己搞错了的周婷婷 善善的 呃 这事儿吧 看着怪我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怪我 霍清明从善如流的 嗯 不怪你 是我的错 之前从没来找过你 这才搞得你一下子警惕起来了的 周婷婷 太善解人意了 更愧疚了 妈的 不如跟她吵两句呢 嘖嘖嘖 现在的男儿啊 段位实在是太高了 好吧 这事儿也不能全都怪你 咱们俩 一人一半的责任吧 周婷婷的心情好了 全家上下的心情都是美滋滋的 下午没客 咱们吃了饭 再去小河地旁边转转 好啊 独处的时光总是静谜而悠闲的 二人依偎着感受夏日清风 缠鸣声声 霍清明忽然开口道 如果能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好了 周婷婷外头 纳闷的 为什么不能呢 嗯 我怕意外 我总是担心 我自己走在前面了 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 要怎么办呢 霍清明清楚的 就凭借周婷婷的本事和性子 她就算是真的早早就死了 周婷婷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可理智是一回事 情感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还觉着周婷婷 是一两年前那个小姑娘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俏皮的问 你是不是喜欢我 就那一句话 霍清明牢固了多年的心房打开 她整个人醍醐灌顶 堪称是豁然开朗 她这才明白 原来 她不是不懂如何喜欢 只是 先前的她 还没有遇见那个 让她心动的人罢了 周婷婷觉着这个话题有些沉重 眨眨眼 剑嗖嗖的将这个话题带了过去 你要是走得走 我就去找新老头 你觉得咋样 霍清明 怎么说呢 突然感觉自己到时候 应该是可以多撑两年的吧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嗯 反正她不能去找新老头 不然的话 她的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第472章 狼群 给自己整了个编制 对了 京郊那山吧 我总感觉这有点邪乎 你要是没事的话 就派点人过去住手吧 总是有人往那边丢孩子 还总出事 还若是现在不嫁以管辖的话 我就怕 日后会成为那些三较九流的人汇聚的窝点 到时候成了毒流 你就算是后悔 都是来不及的 霍清明点点头 你放心吧 这件事 我已经网上面报道过了 后面就会有军队专门驻扎在里面的 不光光是要管控这些 那地方本身也不错 人节地灵的 在里头训练一下 也是挺好的 而且有件事 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哦呼 一下子又给兵哥找了点事情做 啥事 周婷婷有些好奇 她其实是不太明白的 军营的事情 她一向不插手的 她一个边外人员 手伸得太长的话 一方面是不合规矩 另一方面 周婷婷也趴近了自己的手 再弄出来 什么不可挽救的麻烦 到时候求爷告奶奶 也是于事无补的 不说不管不问 就算是霍清明回来了 她也绝对不会瞎打听的 周婷婷的理念就是 秉承着好奇心害死猫 她觉着人知道的越多 死的就越快 因而对于那些稍微重要的事情 周婷婷真的能憋住一个字 都不会多问 但 若是涉及到邻里之间的八卦 吃吃瓜什么的 那是绝对少不了周婷婷的 瓜在哪 周婷婷的身影 就出现在哪 所以说 周婷婷不太知道 为什么还会有事情 是要跟自己说一下 难不成是 周威忙 霍清明倾咳一声 那个 狼群的整体素质不错 尤其是聪明 还能跟人沟通 我们寻思了一下 打算征用来着 周婷婷 六啊 这玩意整的 千里找妈之余 人家也是一心半点都没闲着 顺带着 给自己混了一个事业编 多荒谬啊 等会儿 你再说一遍 你没有听错 也不要怀疑自己 这群王的智商 约莫着和七八岁的孩子差不多 能够完成复杂的指令 我觉得 如果有了他们的话 不管是抓捕特务还是什么 都是半功倍 抓特务 要是说这个的话 周婷婷就觉得自己来劲了 这是 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 你们具体 还是要跟他们沟通一下的 毕竟想用人家帮忙干活 总得摆出来一点态度吧 人家也是吃肉的东西 也不可能说是画个大饼 就让人家干活吧 好歹也得拿出一点实质性的东西 又想马儿干活 又不想马儿吃草的 那是绝必不可能的 拒绝花大饼 从我做起 周婷婷暗戳戳的替狼群谋福利的样子 给霍清明逗笑了 你放心吧 这些事都有专门的人去接管 而且 事情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我这才跟你知会一声 如果狼群不同意的话 这事 我不打算跟你讲的 讲了也是 让你白白操心 不如不说了 周婷婷 你哦 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这才想起来跟自己支个生 望着周婷婷狂翻白眼 霍清明是一点笑容都绷不住 你放心好了 只要有我在 没人会亏待他们的 周婷婷给提了个醒 有丑话 我得跟你说在前头 这一个两个都桀骜不驯的狠 你们不能因为 目前为止 他们没有对你们伸出爪牙 就觉得 他们是无害的 安全的 这玩意儿 到底是食肉性动物 如果要是惹急眼了 做出了什么无法挽留的事情 周婷婷叹息 黄花菜凉透了 事情的结局是改变不了的 你应该能懂我的意思吧 对吧 什么 嗯 懂 霍清明觉着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 伸出手牵着周婷婷 走吧 咱们俩也别在这干好找了 一起出去吃个饭吧 肚子有点饿了 对于这一点 周婷婷一点意义都没有 二人到了文英那里 整治了一桌的洗面 吃吃喝喝快乐得很 就是搞得周婷婷稍微有一点点愧疚 毕竟 二人这也算是出来 吃毒食了 倒是霍清明接受良好 一边给周婷婷加菜 一边轻声解释 你该吃吃该喝喝 这些小事 都不要往心里割了 咱们家又不是吃不起 只是 这一次吧 我觉得 还是属于我们夫妻之间难得的二人时光 没有把他们带出来 分明就是理所应当的 就算是你想带 我也不允许你带 如果你真的觉得 心里过意不去的话 那就等再过两天 咱们抽个空一起出来聚一聚 周婷婷点点头 好 说起来 给孩子找家的事 你得放在心上 嗯 再找了 就是 这天大地大 孩子来来回回倒腾了这么多手 遭了不少罪 就算是有线索 也都是断断续续的 找到家的概率很低 我也知道 只是 只要一天没确定 就有着一天的希望 他扎扎嘴 行吧 反正这些孩子 也都省心得很 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就是回头 你得好好去轰轰四叔四审 这二位来咱们家可算是盲诈了 霍清明也笑了 眨眨眼 那没办法 谁让咱们俩都是 甩手掌柜呢 对四叔四审的感谢 那真是庆竹难书 周婷婷就把自己存在心里的事 跟霍清明说了 对了 我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那就是 我寻思着 要不然过段时间就想法子 把咱们乡下的哥哥 嫂子 弟弟 弟妹 大家都接过来呢 在乡下刨时 总归不是个长法子 这玩意儿 纯粹就是看老天爷吃饭 老天爷心情好了 就能弄得丰收年 过一年好日子 那一年 大伙脸上的笑容是灿烂的 过年的时候 锅里煮着肉 孩子手里拿着摔泡 到处一片惺惺向荣 若是老天爷的心情不好 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 颗粒无收 那真是要过卖卖女的日子了 不能说是树皮了 连草根都能刨出来 吃得干干净净 只要不保西河 还危险 第473章 小孩隔屁带不安全 还是一刀切了吧 马上就要到风口的时候 只要运气好了 站住了风口 是头猪也能起飞 而且 不是周婷婷夸大自己 他脑瓜子里的东西 随便拿出来一样 只要做出来点成绩 就能保证 接下来半辈子 不用活得那么辛苦 他主要是觉着 与其让别人赚钱 不如带着大家伙 一起把钱赚了 到时候 也算是变相的报答了 哈哈哈哈 四叔四审 对自家的恩情吧 只是 霍清明为啥一直不吭声 周婷婷闹不明白 挠挠头 咋了 你觉得这个主意不好吗 还是说 你不想让那些弟弟妹妹 都到京都来 应该 不能吧 霍清明一正 万万没有想到 周婷婷居然存了这个心思 一时间说不上来 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 酸酸胀胀的 也许是吧 他听人家说 一个人发自内心的 喜欢另一个人 那就会设身处地的 为对方着想 是 思他所思 忧他所忧 想他所想 霍清明想 今天的自己 比昨天的自己 更爱婷婷一点 随着时日的增长 霍清明心底的浓爱意 从没有浅淡过 他只会越来越浓烈 就像是一潭 被深埋在地下的老酒 随着时日的增加 他只会越来越醇香 浑厚 变得弥足珍贵 只是 现在的霍清明 不会像十八九岁的 毛头小子一般 将什么东西 都大咧咧地 摊在人家的面前 他将悄悄地放在心里 不说 他会用行动 去表明自己的一切想法 嗯 我只是 有些惊讶 霍清明脸上的笑容灿烂 我知道你 喜欢书跟婶 但是没想到 会喜欢到这种地步 周婷婷乐了 看你这话说的 感觉我 跟个白眼狼似的 不过 你所谓的这种地步 是哪种地步呀 是爱的最高等级 爱屋即屋 因为喜欢四叔四神 所以连带着他们的孩子 即便周婷婷素未谋面过 他也对这些亲戚 抱有着一种极大的善意 爱屋即屋呗 过后清明给周婷婷 加了一块红烧肉 轻声细语地解释道 就像是我喜欢姐姐妹妹一样 因为是你生的孩子 所以我才很喜欢 哟 周婷婷挑眉 你今天的心情 貌似是真的不错 这说话是越来越好听了 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如果不是在外头的话 周婷婷高低地上去啃一口 尝尝这嘴巴 是不是跟她想象中的一样甜 霍清明摇头 你呀 你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遇见你之前 我是真的没打算结婚 遇见我之后呢 遇见你之后 咱们结婚不也挺快的吗 现在孩子都俩了 对了 霍清明恍然间又想起来了什么 看看我 这个破记性 有件事早就想跟你说了 但是一直没来得及寻思着 今天一定要跟你说 但是差点就忘记了 周婷婷笑眯眯的 啥事 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是好事的话 我允许你多说几件 如果是坏事的话 那你就把嘴巴闭上吧 我今天不想听任何坏消息 霍清明也是无奈了 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周婷婷 她罕见地觉得茫然了 啥玩意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些突然 但我也算是事实有因 而且吧 这事真做了 对你好 对我好 对咱们俩姑娘也好 她顿了顿 甚至到 对咱们和四叔四叔的关系也很好 周婷婷 她觉得自己已经够聪明的了 但还是被霍清明一席话 弄得晕头转向 这些话语总结下来 应该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从霍清明的嘴巴里说出来 总觉得变了胃一样 如果这都不算是好消息的话 那在霍清明的眼里 到底什么样的消息 才是好消息呢 周婷婷的心跟猫抓似的 她蠢蠢欲动 你能不能别卖关子了 老老实实跟我说 到底是咋回事 嗯 你还记不记得生完姐姐妹妹之后 我就跟四叔四婶说 我那伤着了 往后不能再生孩子的事 关于这个 周婷婷肯定是记着的 因为 在这个把儿子看得比命 还重要的时代里 她只要了两个姑娘 就决定不生了 周婷婷说不感动是假的 生育确实令人苦恼 受罪 饶恕周婷婷有外挂傍身 也结结实实 遭了一段日子的罪 同样的痛苦 她不想重复第二遍 这一辈子 有了两个贴心小棉袄 对于周婷婷来说 是是意外之喜 她已经很开心了 再来一个的话 不是不行 只是她觉得没有必要 爱情结晶这个东西 就是要最相爱的时候 生下来才最可爱 往后再生 总觉得差了点啥 嗯 我记着 周婷婷皱着眉 啥意思 你要后悔 或清明 她无奈 祖宗啊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这么着急 下定论做什么 周婷婷嘟囔着 我只是提出了合理的怀疑 也没说别的呢 对对对 这件事情说起来 还是我的错 是我说慢了 这事我已经办完了 也就是知会你一生 或清明见周婷婷 连东西都不吃了 认认真真听她说话 还提醒道 你吃你的 听一耳朵就行 不是啥大事 周婷婷 她放下了筷子 满脸都是微笑 别再跟我卖关子了 有什么话就现在说 一句话能解决不 如果能解决的话 就一句话给我解决了 再绕来绕去的 老娘就要抽你的嘴巴子了 保持神秘可以 想卖关子也可以 但是不要太神秘 也不要太卖关子 因为周婷婷会抽嘴巴子 霍清明 她轻描淡写的 我结扎了 周婷婷呼出来一口气 结扎了 不就是结扎了吗 至于这么卖关子吗 绕来绕去的 等等 周婷婷傻眼了 结 结扎了 身为霍清明的枕边人 这么大的事情 周婷婷是一心半点 都不知道 不是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之前都没听你说过 霍清明淡定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一个小手术 做完就好了 跟你说干啥呀 第474章 传奇中的战斗机 如果问 具体是什么时间的话 就是上次受伤的时候 反正躺在床上不能动 我就一次性给解决了 周婷婷妈了 这玩意儿 也是能一次性解决了的 但是 心里说不上来的滋味 有那么一咪咪的感动 咱们用那个小玩意儿 不是挺好的吗 你怎么又要做结扎了 还这么突然 事先都没跟我打招呼 都是年轻人 火力旺盛 若说小夫妻 躺在一个被窝里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可之前霍清明已经跟四叔 四神表示受了伤 往后都不能生孩子了 若是一不小心闹出来人命 那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那个 不安全 TT还有不安全的 周婷婷挑眉 咋回事啊 我听你这么说话 总觉得里面 有点我不知道的事 军区大院有一个老爷们也是 家里都五个娃了 本来都不想要的 就跟咱们用了一样的法子 结果 小心 小心再小心 还是中了 这不 没法子找我喝闷酒 我才知道 这东西 也不是万无一世的 总归有出现失误的时候 我觉着吧 与其这样提心吊胆 麻烦的要死 不如就一刀切了 一聊百聊 直接省事了 也不用瞎想了 周婷婷 她真的能被霍清明说的话给笑死 神TMD一刀切了 一聊百聊 要是真一刀切了的话 周婷婷要不要跟她过日子 还是得稍微再掂量掂量一下 哈哈哈哈 你这也太突然了 不算突然 霍清明垂着眉眼 怀孕实在是太辛苦了 你受过一次罪 我是打死 都不会让你再受第二次了 孕期的时候 她就整天不在家 辛苦她知道 只是那时候 她也没办法 搞得婷婷挺着大肚子 只能被隔壁的邻居照顾 这是霍清明心里的一根刺 更别提生孩子的时候 周婷婷疼的拆掉了医院的产床 望着那张七零八落的产床 霍清明只觉得 自己的心也空洞了一大块 怎么都恢复不了了 现在知道 TT也要隐患 她是不敢赌的 周婷婷撅嘴 高兴了 还算是你有点良心 嗯 霍清明不想在这件事情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 对了 你刚刚说 想让亲戚们都过来 想好杂安置了吗 她扯开话题 周婷婷知道 但是她也喜自知的顺着答道 也没说要一下子都过来 这玩意儿吧 高低是有点风险的 她要的是胆子大的 能第一个吃螃蟹 敢抛下家里的一切 出来拼搏一番的 剩下的追求稳妥的一看 自然而然就跟着来了 谁愿意第一个过来 就第一个过来 咱们主打的 就是一个民主 不抢球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 已经跟四审说过了 我寻思 现在给你提一嘴 给你通个气 不过住房吗 周婷婷有个大宅院 但是不打算拿出来 这种房子都算是货头子 弄出来 怕是得惹事 至于房子的话 那就更好办了 咱们那一片出租房子可不少 随便租下来一间 两间就足够用了 霍清明点头 那这事儿 你费点心 需要帮忙的地方 就提前知会我 我给你跑腿 成不成 周婷婷脸上全是笑 给霍清明加了一块肉 娇笑着 呦 这话说的 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霍团长替我这个 附到人家跑腿 传出去的话 是不是有爱您的威风了 霍清明 他看着面前的肉 谨慎的 你突然讲话好温柔 我好不习惯 你是不是在里面下毒了 这肉我真的能吃吗 能入嘴吗 你确定可以入口的吗 周婷婷快被霍清明笑死了 也不加这肉要喂他了 将肉丢在了碗里 爱吃不吃 真是惯的你 霍清明笑了 夹起碗里的肉 一口就吞了 就这 还不忘臭评两句 哎呦 吓我一跳 这才是我媳妇 刚刚那个是 被谁上身了吧 真的挺吓人的 以后有事没事 别随便上我媳妇的身啊 温柔小意的 我可不喜欢 我就喜欢 我媳妇骂我的样子 漂亮 太漂亮了 周婷婷绷不住笑了 你真是长了一身的贱容 好生好气的 跟你说话你还不高兴了 就非得我骂骂咧咧的才好 不 霍清明也笑着 只要这个人是你 你怎么着都好 你要打 要骂 我就受着 你跟我说甜言蜜语 那我还真不知道 该做出来什么样的反应了 要不然 你教教我 周婷婷 真的 她就是多于跟霍清明说这些 斜了一眼霍清明 她将话题扯了回去 想把亲戚带过来 主要是我觉着 现在的政策宽松了好多 以前那会儿 真的是干啥 都没有工人和地理刨石的安全 但 今时不同以往 现在在外头跑跑 兴许还能闯出来一条路呢 霍清明点头 我支持你 她也不是满脑子只有公务的 别人的事她不知道 但是周立的事情 她还是清楚的 这小子 上着学也不妨碍 她瞎倒过 死小子 都把生意做到学校里了 一个月下来 赚钱比她这个当团长的都多 关键是 这事说出去 谁信啊 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就这么厉害了 对了 周立这小子 最近在学校里 闹得稍微有点大 周婷婷点头 我知道 没事的 我让她拿捏着分寸呢 得 这姐弟俩 霍清明无奈叹气 折腾吧 就算是后面 真的不小心出了点啥岔子 我也能在后面给你们兜着 如果我能兜得住的话 周婷婷好奇 那要是兜不住呢 霍清明长叹一口气 兜不住 那就一块进去呗 一家子 也算是整整齐齐的 周婷婷嘎嘎乐呵 差点给自己笑叉气了 在七十八年秋末 老家的亲戚 终于在一大家子的翘首以盼下 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开启了他们的传奇一声 当然 传奇中的传奇 只能是周婷婷 这才是传奇中的战斗机 欢迎啊 第四百七十五章 霍家人到来 嫂子 哥 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口 已经超乎周婷婷的想象了 真的 他以为这头一次吃螃蟹的 撑死也就两口子 没想到 四叔这一家子 比他想象中的 还要有魄力点 乌秧秧下来五个大人 四个孩子 九口子大包小果的 往那一处 存在感直接拉满了 嫂子 我叫霍梨花 是家里的老三 这是小五 霍梨明 周婷婷有些惊喜 你也来了 霍梨花眨眨眼 笑嘻嘻的 嫂子这话说的 我又不是傻子 哥哥嫂嫂人好 带我们来过好日子 哪有推三阻四的道理啊 那不是活傻子吗 活该一辈子受穷 周婷婷也笑了 她喜欢这样爽利的性格 大大方方的才能混得开 扭扭捏捏 到底不适合做生意 好好好 你小嘴是真的甜 就这么信任嫂子 那必须的 霍梨花哈哈一笑 嫂子你都不知道 我爹妈在信里 把你夸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 真的 我都觉着 我们家是上辈子造了福祉 这辈子 才能讨着你这么的好媳妇 好家伙 霍梨花比周婷婷想象中的 还能说 你这么说 嫂子要是让你过不上好日子 那就是嫂子的不是了 周婷婷说完这话 霍梨花就崩了 她脸上带着笑 眼泪却哗哗往下掉 嫂子 真的谢谢你 我爹妈现在过上好日子 我半夜睡着了都能笑醒 他们老两口 这辈子受了太多太多的罪了 又哭又笑 小狗撒尿 周婷婷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好了好了 都是做娘的人了 说掉眼泪就掉眼泪 还是在孩子的跟前 你是真的不怕孩子们笑话你啊 周婷婷打去了一句 又说了真心话 其实 我是真的感谢四叔四审 要不是他们老两口 帮我和清明照看孩子的话 我们现在的日子 估摸着就是一地鸡毛 外出拼搏重要 但家里的琐事 一桩桩 一件件 尤其是那俩孩子 这都是看不见的隐形劳动 这些 都是四叔四审默默承包了的 且 毫无怨言 周婷婷不是傻冷血动物 她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好了 不说了 走吧 先回家 这折腾的 走走走 回家去 路上 霍梨花也没闲着 絮絮叨叨的 将一大家子人都介绍了个遍 嫂子 我这次是 带着全家来投奔的 霍梨花指着身旁老太太 这是我婆婆 我公公身子不好 早几年就走了 留着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 我跟狗生也不放心 干脆就一起带来了 老太太看着挺有精神的 就是感觉有些底气不足 干啥 都有点畏畏缩缩的 借儿媳妇介绍自己 真恨不得给自己 低到了尘埃里 周婷婷能懂 无非是觉着 两家的差距太大 她说话 没人当回事了 年纪大了 不能干活 不能给这个家里 带来贡献的时候 好些人是会选择 将老人抛弃 亦或者是冷言冷语的嘲讽 完全没有想过 自己压压血雨的时候 也是在爹妈的怀里 背上长大的 小周 你 你好 这次过来 真是麻烦你了 我这个老东西 哎呀 厚着脸皮也一起跟过来了 周婷婷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伸出手 拉着了老太太干瘦的手 哎呀 婶子可别这么说 您没听过吗 家有一楼 如有一宝啊 您在了 大后方才在啊 不瞒您说 这也是我脸皮厚 把四叔四神给带来了 不然的话 我这家里到底啥样 谁都说不清楚呢 看着周婷婷良好的态度 舔狗胜眼泪 都要落下来了 谁都不知道这几天 她在火车上 到底是咋过来的 她本身是不想来的 在她看来 在乡下过日子 没啥不好的 虽然有点 看老天爷吃饭的意思 但 她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只是她媳妇不愿意 她在家里闹 折腾 她一开始是咬死了 不愿意过来 可看着媳妇为民 伤心 难受的样子 到底是于心不忍 后面媳妇放了狠话 不来就分开 她在家种地 她自己个儿出去闯荡 舔狗胜听说这 彻底急眼了 夫妻夫妻 同住一个屋檐底下 天天晚上躺在一张炕上睡觉的 那才叫夫妻 两地分居 还夫妻傻啊 成笑话得了 再说了 把一个女人丢出去闯荡 她在家里安稳过日子 那就不说田狗胜能干出来的事 牙一咬 心意狠 干就干吧 闯一闯 能行最好 往后子孙后代都享福了 如果真不行 她再带着一家老小回去种地 反正 只要她还活着 还喘一天的气 就绝不会让妻儿老娘受委屈 怀揣着这样的想法 田狗胜脱家带口的 跟着媳妇来投奔周婷婷了 她来的路上还是担心 她晓得自家媳妇有个堂哥相当厉害 连带着堂哥找的媳妇都能耐得很 惊大的学生呢 她有点担心挨白眼 她是老爷们 无所谓 主要是她媳妇 这是个生性要强的 万一挨了冷眼 她心里得有多难受啊 但 今儿看见周婷婷这态度 她是完全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面去 甚至 来到这完全陌生的地方 也不心服气躁了 事已至此 走一步看一步吧 霍梨花小嘴巴巴 能说回到 情商高 一路上就把距离拉得很近 同样的 周婷婷也把心略放了放 哎 说实在的 她也怕四叔四婶 生了些不靠谱的 逮竹尚且能出好损 好人交出来俩二流子孩子 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快些 周婷婷催促着霍清明 四叔 四婶 还在家里等着咱们吃饭呢 霍清明点头 速度要快 但是 安全为上 少说废话 霍清明 冤枉啊 她真的没说废话 小月 四婶抱着孩子 目光却忍不住一个劲的往门口骗 讲真的 离开家里这么长时间 冷不丁要跟孩子见面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觉着忐忑 可 四婶耸动了一下鼻子 第476章 这哪里是祖坟上冒清烟 这分明是大火烧得连了天 这是啥味 在厨房的四叔鬼叫一声 啊 完了 我的菜 糊了 四婶立马不忐忑了 中气十足的跑过去找茬 你的脑子刚刚干啥去了 就这一心半点的小事 都能办错 现在菜糊了 回头孩子来了 吃啥喝啥 四叔善笑 这啥急啊 再说了 只是糊了一个 那不是还有别的吗 别着急熬 给我十分钟 马上给你补救的明明白白的 这认错态度 整个四婶在骂 那就是他找茬了 四婶自诩是一个脾气温和的老太太 文言不大愿意的拉着脸 那行吧 你手脚快点 知道了知道了 你赶紧出去吧 带着孩子往厨房钻啥玩意儿 都是油烟 回头再给孩子枪找了 四婶嘟囔的出去了 你好好的呀 别走神 孩子马上来了 哎呦 你可快别说我了 你炉子上的水烧的咋样了 回头孩子 跟亲家过来了 可得先洗个澡 解乏的 四婶 他面上不便 心里却咯噔一声 坏了 炉子上的水 忘得干干净净 知道了 这点事 还要你提醒我 笑死 四婶一面输出 一面加快了步子 到了院子里 却看见 送送已经将烧开的热水 装到了暖水壶里 还给添了一壶凉水 放在了炉子上 看见了四婶 俏皮的眨了眨眼 没吭声 四婶一下子 闹了个脸红 不好意思的 送送 是你啊 婶 送送尝了不少肉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眉宇间的玉器 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的 孩子给我抱吧 四婶相当自然的 将姐姐递了过去 姐姐到了送送的怀里 也不哭不闹 发现这个叔叔 是自己眼熟的 还相当淡定的 换了个姿势 让自己被抱得更加舒服 我听小苗说 婶子的家里人要过来了 对 一提这事 四婶就高兴得不行 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还是我们家婷婷有本事 她人好 心也好 自己从那小地方挣扎出来了 还不忘 把家里人都带上 她真心实意的 娶到这么个媳妇 是我们老货家的祖坟 冒了清烟 说吧 四婶觉着冒清烟不大确切 相当自信 豪迈的一挥手 不对 不是冒清烟 是大火烧得连了天 送送没绷住 笑了 善儿 你说话真有意思 实话实说嘛 四婶高兴得很 对了 你跟苗条那丫头 现在有啥苗头吗 宋宋万万没想到 只是说句话的功夫 这话题就能拐到自己个儿的身上 只是 心里那种欢呼雀跃的感觉 是瞒不了别人的 她在牛苗条的身上 感受到了归属感和安全感 她垂下眼帘 逗弄孩子 婶儿 好好地说着您家里的事呢 咋又到我的身上了 哎呀 婶子八卦一下嘛 苗条这孩子是真心不错 真的 你要是 婶儿 宋宋有些招架不住四婶 忙不迭将姐姐塞到了她的怀里 指着桌子上的菜 不来掺和了 这是我的手艺 您尝尝 说完 宋宋真是陶冶似的跑了 那举动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四婶刺着大牙乐呵 宋宋呀 婶儿等着喝你们的喜酒 宋宋听见了 但是不敢吭声 四婶也不生气 小孩嘛 脸皮薄 能理解的 哎呀 真好 这小月马上就要再多一桩喜事了 对了 回头带着苗条 一块来吃饭哦 四婶嗷好一嗓子 那头 脸已经红成番茄的宋宋 咬着唇 扯着嗓子答应了一句 知道了婶儿 四婶心满意足 好耶 她刚刚说的话 这小伙儿 确实是听见了 但是没反驳 还害羞的跑走了 这证明啥 证明 俩人有戏呗 哈哈哈哈 美呀 心情美 嘖嘖嘖 这时候该飞来俩喜鹊应景的 可惜了 没喜鹊 四婶还琢磨着 这送送咋 跟个小媳妇似的 说两句话 脸蛋子就红得 跟个猴屁股似的 太闻面了也 做什么呢 牛喵跳不知道 外头发生了什么 站起来活动一下身子骨 这才发现 宋宋站在门后 也不进门 拍了她一下 牛脸就对上了 宋宋爆红的脸 牛喵跳傻眼了 话不从脑子里过一遍 就崩了出来 不是 你在外头被人调戏了 宋宋 她深吸一口气 我是男人 就算是调戏 也是调戏小姑娘的 哪有调戏我一个大男人的 牛喵跳挑眉 对宋宋的话 不置可否 别的男人不好说 但 这可是宋宋啊 那张脸 是周婷婷看了 都会恍惚一下的 好吧 宋宋 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牛喵跳这一句叹息里面 听到了可惜 怎么着 是觉得她没有被人调戏 小喵的心里很难受的意思了 你 牛喵跳外头 茫然的 嗯 怎么了 算了 宋宋不想问了 没事 宋宋摇了摇头 对了 你刚刚想说什么的 牛喵跳 刚刚你跟四婶说啥呢 没说什么 婶子家的孩子 不是要过来投奔吗 我就做了一道 肉菜送了过去 宋宋停顿了一下 结结巴巴的说 我 我好像忘记 跟你商量了 毕竟是道肉菜 她有些僭越了 哦 这个没事 厨房的一切都是 你来支配 牛喵跳没把这当一回事 反问道 然后呢 宋宋娜娜的解释道 我就是想着 咱们家跟她家关系也不错 就这么大的喜事 寻思着送点东西过去 也算是一个往来 这是人情世故 她虽然有些不懂 但这么长时间 跟在四水的身边 也算是偷偷摸摸学了不少 对 你做得很好 牛喵跳赞赏道 我以前接触的男人 大多都是粗织大业的 不管是做事情 还是放东西 总是丢三落四 不是这个东西找不着 就是那个东西找不着 啥都要依靠我 我一直以为 这是男女通病 现在遇见你才知道 接下来的话 她有些说不下去了 第477章 疯一样的女子 霍梨花 宋宋也理解 小心翼翼的 你说的是你的前夫吧 嗯 牛喵跳倒是不失落 只是有些感慨 女人最好的几年光阴 就这么被糟蹋了 想想可惜了 别难过了 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送送磕磕绊绊绊绊的安慰 以后咱们的日子 肯定是越过越红火 咱们 这个词让牛喵跳觉着安心 只是稍微有些不自在 嗯 我知道了 她扭身进了屋子里面 送送眼下 没有别的事情 也眼巴巴的跟着进去了 到了屋里才发现 光线有些偏暗了 她眉头一皱 开始叙叙叨叨 窗帘我都给拉开了的 怎么现在又关上了 你刺绣多久了 我觉得到时候该休息了 给着刺绣收个尾的 结果 文言只能善善地放下针线 还好吧 不是很累 你现在不注意自己个儿的身子 等你老了 你才知道后悔呢 送送小嘴不停 巴巴的 可带劲了 人的眼睛用多少是有度的 你总是这样不知节制 往后可怎么办 你不知道吗 秀娘的眼睛 大多都不好的 你若是再不注意的话 往后咋办吗 就算是送送瞪着眼训人 也阴着那张格外好看的脸 而没什么威慑 牛喵跳笑着答应 我知道了 你别念叨了 坐下来咱们俩说说话 你不要总想着岔开话题 都跟你说好多次了 不要这样用眼睛 伤身体的 那总要做绣活补贴家用的 送送一瞪眼 你不要忽悠我 我可不傻 你这一副刺绣 卖了出去 够咱们俩啥也不干 躺平三年的 你干啥要这么拼命 牛喵跳愣住了 他居然还懂行 钱不是越多越好吗 牛喵跳不太懂 为啥送送会对身体这么看重 毕竟 在他的认知里面 钱越多越好 至于身体 好像没那么重要 比较起来 牛喵跳觉着自己现在的活迹 已经是很轻松的了 因此 干活基本上都是拼命的 钱这种东西确实是好 它能够让咱们日常开销 不那么窘迫 但是这玩意儿 够用就好了 如果能多一点存款 那更好 只是 说到底 钱啊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啊 你想一想 身子骨是你的 它是要跟你一辈子的 你现在年轻 倒不觉得什么 等你年纪上去了 那才是熬人呢 胳膊疼 腿疼 眼睛疼 你还是绣娘 做这活最上眼睛 年纪轻轻 就看不见东西了 你能想象到吗 一个人什么都看不见 剩下半辈子 就生活在黑暗中了 宋宋说这话 让牛喵跳恍然大悟 但是 他有些发抖 可是 以前那些人 不是这么共说的 他还记着李清风的话 啥都是虚的 只有攥在手里的钱 才是实在的 所以 他一直很拼命地赚钱 他们都不安好心 宋宋笃定 只有身子才是自己的 往后 别这么拼了 牛喵跳点点头 我 我知道了 宋宋微微一笑 那咱们现在歇歇 干坐着呀 宋宋敏纯 干坐着干什么 我们聊聊天 说说话 不也挺好的吗 好 好吧 周婷婷带着一大家子回来 闹哄哄的场景 四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梨花 霍梨花的脚丫子 下头好像是踩了风火轮 周婷婷还没回过神 他就跟风似的 嗖的一下子 刮到了四神的跟前 扑通一声跪下了 七七爱爱的 娘 我的儿 娘俩一个站着 一个跪着 抱在一块崩溃大哭 只有周婷婷还在猛逼 不是 梨花他 霍清明一脸的一言难尽 他 他跑步可快了 打小就快 我寻思着 这生了孩子 嫁了人 速度应该会退步点的 结果 人家不单是没退步 速度还上去了 跑起来依旧嘎嘎快 跟阵风似的 周婷婷一脸的若有所思 那如果是梨花跟你比呢 你们俩在一块跑的话 谁比较快一点 霍清明 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 霍清明一时陷入了沉默 小时候的霍清明 确实是跑不过霍梨花的 甚至于说 俩人比赛跑着玩 霍梨花让自己一时半会儿 转头追上来 也就是眨眨眼的事情 但是 现在霍清明觉得自己 经过了训练 身体各项体能 有了质的飞跃 应该 大概 也许 可能会跑赢霍梨花的吧 再不计 能打一个平手 可 霍清明不敢忽悠周婷婷 只能老老实实的 你别说 我还真不知道 周婷婷摸着下巴 霍梨花被迫停止了哭泣 站在了巷子口 嫂子 就现在比啊 周婷婷点点头 我相当好奇 梨花 别收着劲 给你个蛋趴下 嫂子带你过好日子 霍梨花的眼睛 搜的一下 就亮了 嫂子 你等着熬 我肯定跑得熬熬叫 霍清明 真的 压力山大 她现在就想熬熬叫了 预备 跑 随着周婷婷一声令下 霍梨花搜的一下窜了出去 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赢了霍清明 周婷婷 真的 她现在有点痴呆了 但是 转念一想 跑得快 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毕竟自己个儿 就是打小力气大 霍清明倒是镇定 主要是从小到大 都被碾压式的跑赢 输 已经习以为常了 霍梨花一头汗 两眼亮晶晶的 嫂子 咋样 周婷婷伸出了大拇指 棒 她觉着 霍梨花已经不是 大富大贵的事了 这玩意 整不好是能给华夏争光的 她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红风 我嫂子跟你有话说 霍梨花没想要拿周婷婷的钱 有些不知所措 娘 她求救般的目光 投向四婶 四婶倒是淡定 拿着呀 汉孩子 你嫂子的腰粗得很 给你一个红包 算不了啥的 霍梨花也会来事 顺甘爬了 谢谢嫂子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第478章 姐姐 好难抉择 一手奶奶 一手妈妈 那打舅舅吧 因着霍梨花打岔 相见的悲情被冲淡了不少 涌上来的都是欢喜 四叔在门口扯着嗓子喊 还愣着干啥 一个两个的 马上吃饭了 还不回家 本打算是先洗漱一下再吃饭的 这下也泡汤了 洗洗手 直接干饭 火车上的日子 那是相当难熬 周婷婷遭过这个罪 相当能感同身受 在霍梨花跃跃欲试 想要打开话题的时候 周婷婷一个手势 直接制止了 别整那些虚头八脑的玩意儿了 咱们一家人 用不着说两家话 赶紧的 把饭吃了 洗得早睡一觉 养足了精神 回头你想唠到半夜 嫂子都奉陪 这话说的 霍梨花娜娜的 嫂子 你这话说的 怪让人窝心的 窝心吧 嗯 霍梨花不大大咧咧的时候 还是挺小家碧玉的 嫂子你真好 好就多吃点 吃饱喝足了 你们好好干 到时候啊 四叔四审 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周婷婷笑着打去 你们是不知道 四叔四审这叫啥 身在曹营心在汉 虽然在我家里 但心里可惦记着你们了 哎呀 说来还是我厉害 一生就生了俩乖乖宝 这才把四叔四审 牢牢拴在这儿 不然的话 这牢两口 早就跟个风筝似的 见缝插针就飞回去了 此话一出 全场轰然大笑 四叔四审笑得合不拢嘴 尤其是四审 抱着姐姐 还伸手给了周婷婷一下 就你这张嘴哟 还真是得了理就不饶人 姐姐看见了 想护着妈妈 又舍不得打死奶奶 由于半天 一巴掌拍周莉脸上去了 周莉 服了 只是这样的日子 已经习惯了 他接受良好 顺烧手把姐姐的小手拿下来 用自己油乎乎的嘴片头 亲了一下姐姐的小手 乖哈 别动手 姐姐压压了两声 换 周莉忙不得吐槽道 不是我说 咱们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行不行啊 你们娘俩毫无损失 我是惨了的 好吗 周婷婷说 真的要笑成神经病了 哈哈哈哈 这小小人 还知道权衡利弊啊 四神也高兴 抱着姐姐清香的不停 哎呦 不愧是四奶奶养大的 就是心疼四奶奶了 心担忧 周莉 好好好 全世界都是和谐的 只有她受伤的世界 达成了 姐姐还在愣神 看着自己被亲了一口 而略显油汪汪的小手 扁着嘴 委屈的哭了 呜呜 脏了 脏脏手 吃饭打断 哄孩子 吃饱喝足 霍梨花跟周婷婷唠嗑 剩下的都在洗洗刷刷 嫂子 这一趟真是麻烦你了 要不是您的话 我跟狗盛这辈子 估摸着都没机会上一趟京都了 他们对自己有着清晰的认知 对于周婷婷伸出来的援助之手 也是心存感激的 别这样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该互相帮忙的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四叔四神 真的帮了我们一家子大忙了 互相都心存感激的人 才能相处得很好 洗刷干净 一家子都睡下了 霍庆明终于得了个空 搂着周婷婷的肩膀 谢谢你 真的 周婷婷 服了 又是老生常谈这一套 他也没跟霍庆明客气 脸上不疼 有点麻麻的 媳妇真的心疼自己个儿 但凡换个人 这脸估摸着都不能要脸 媳妇 你真好 周婷婷醉了 完了 这孩子 真的是脑瓜子不得行了 我知道我好 但是 你能不能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个儿 为什么要克制 我跟我媳妇感情好 全家都应该高兴 周婷婷对此无话可说 对此 她犀利点评 刚刚应该让姐姐给你一个大嘴巴子的 把你脑瓜子里的水都给打出来 最好了 霍庆明 她咋咋嘴 可是 我觉得孩子不应该这么浇惯啊 你看 今天说动手就动手 不太合适 现在小了 还觉得可爱 长大了 就该惹人生厌了 她对姐妹俩没啥要求 以后有出息也好 没出息也罢 只要她活着一天 就不会让孩子们受委屈 就算是她要死了 没命了 也会将自己的身后事处理好 让孩子们顺畅地过完这辈子的 但这并不代表 她能让孩子们成为那种欺负别人的人 这是她不能容忍的 跟自家人没大没小就算了 和外人 不合适 孩子要活泼 灵动 但该有的规矩和分寸感得有 周婷婷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事 我也注意到了 回头我会想办法的 嗯 对了 我还得跟周莉说一声 这死小子 就差把这俩关上天了 现在还小 等以后长大了 不得上房接瓦啊 得 要是这么说的话 周婷婷觉着 如果姐妹俩真的要上房接瓦的话 周莉可能会帮忙扶着梯子 周婷婷 真是造孽啊 本来没觉着啥 这么一说的话 周婷婷开始感觉到了头疼 得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回头就跟家里的商量商量 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咋办 这教孩子跟唱戏差不多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保证给这俩小仔子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只是解释起来 稍微有点麻烦 面对霍卿婷的疑问 周婷婷选择了云淡风轻的四个字 上手造啊 霍卿婷 她当即到抽一口凉气 不是我说 教孩子归教孩子 你怎么总想的上手啊 实在不行 孩子我来管教 你别插手了 周婷婷 她看了一眼霍卿明 一言难尽的 你别给我找事 祖宗啊 不是我给你找事 主要是 你得对你自己的实力 有点认知啊 你那手劲 落在我一个经受过 训练的成年人身上 我都有点受不了 你收拾了孩子 霍卿明想了半天 最后蹦出来一句话 人家说 杀鸡烟用牛刀 你这收拾了虾米 上了五十米的砍刀 你觉着 合适 周婷婷 何不合适不知道 但是她现在真的很想笑 第479章 田狗胜 媳妇 我以后给你更好的 要是照着 你这么说的话 那确实是不大合适的 就是我寻思着 你真的有时间 在家里管教孩子 霍卿明无奈 现在真的有 时间宽裕得很 就算是有事情 基本上三两天 也就处理好了 压根不用离开很久的 得 要是这么说的话 她还勉勉强强能接受 那 真的不要我管 霍卿明觉着 孩子全护着胳膊腿 挺好的 更别提母女三人 现在的感情不错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 把感情伤了 真的不要 好吧 周婷婷其实还是挺想折腾一下的 只可惜 自己的申请被拒绝了 但是 教育孩子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他多多少少也得参与一下 好心提醒道 嗯 所以说 我可以做场外援助 如果有你们处理不好的情况 随时欢迎找我呀 霍卿明 谢谢了 但是不必了 房子是一早就租好的 留九口人在家里歇了两天 第三天 霍梨花就要求离开了 嫂子 你留着我们住下 是你人好 但是我们在后者脸皮死活不走的话 那就是 我们不知道好歹了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周婷婷也没啥好说的了 其实 若是真的想关系好的话 该有的距离感是一定要有的 远相近臭 就是这个道理 好 周婷婷无奈 那我们帮忙 给你们把家里都规制一下 霍梨花笑了 这必须的 就算是嫂子不说 家里这些男娃子 我也得带着出去干活的 得 那你是真的没把我当外人啊 霍梨花黑黑一笑 爹娘都住您家里呢 咱们是啥外人啊 亲人这是 说吧 霍梨花从兜里掏出来一个小红包 嫂子 我家底子薄 也不跟你装啥大款 但是 看见了孩子 该有的礼数 我得有 周婷婷 这不合适 霍梨花避开周婷婷伸过来的手 没啥不合适的 这都是应该的 再说了 我也没说要给你 这是给孩子们玩的 她笑眯眯的 来来来 都上老姑这儿来 老姑发小礼物 孩子们面面相去 还是霍清明发话了 愣着干啥 该道谢的时候 那嘴巴可不心闭上啊 好嘞 孩子们不知道东西好不好 就纯粹喜欢那个氛围 周婷婷住旁边笑得傻乐呵 周婷婷抬脚就是一下 愣着干啥 你也去啊 周婷 她有些茫然 啊 我也能去吗 咋的 你咋不能去啊 周婷老老实实的 吸引了一波仇恨 我跟姐是一半的 但是 这些都是小辈啊 孩子们 哦 所以呢 老东西 没结婚的 都是孩子 随着周婷婷一声令下 孩子们站在霍梨花的面前排排队 一人一个小金豆子 上头做了简单的文样 聊聊几笔 可爱顽皮 周婷婷没想到霍梨花会拿金子出来 还愣了一下 倒是身旁的霍清明谋色复杂 等霍梨花一行人离开了 这才叹息着 那金子应该是她的陪嫁 一句话 整得周婷婷心里老不是滋味了 我这么做 是不是不太对 陪嫁的金子都融了 这不单单是金子 还承载她年轻时候的青春和记忆 你已经很好了 同样的 梨花也是好样的 她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妹子 感到骄傲 梨花是不想咱们吃亏 再说了 有礼数的人 才能走得长久 说来也是 做事有思虑的人 往后定然能有一番作为 路上 霍梨花和田狗盛走着走着 就落到了队伍的最后头 梨花 对不住 都是我没本事 要说 我有能耐的话 也不至于一样像样的礼物 都送不出去 如果咱们有钱的话 你的陪嫁镯子也不用融了 都是我的错 看着田狗盛愧疚的脸 霍梨花倒是释然的很 都是东西罢了 我的陪嫁是意义重大 但 如果能给咱们全家换一个好前程的话 那岂不是更有意义了 田狗盛没吭声 沉默着 霍梨花无奈 手上的东西满灯灯的 实在是腾不出来手 她只能抬起脚 上去就是一下子 完蛋玩意儿 要是咱们真的能拖嫂子的福 在这皇城脚下扎了根 往后咱们的孩子 也都不用在地里刨石了 这根镯子 孰轻孰重 你分不清楚吗 霍梨花骂骂咧咧 别给我整这个捏了巴基的样 好好干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 我还缺这一根半根镯子 田狗盛想哭 媳妇 她撇着嘴 这辈子遇见你 是我们老田家的祖坟上 冒了青烟了 你放心 只要我有本事了 我一定让你成为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这话说的 听着心里都舒坦 霍梨花知道自家男人 她不是说大话的人 当即喜滋滋的 这还差不多 打起精神来 我给你今天休息的时间 女儿 你就得正式进入状态了 好 前头 霍梨明皱着眉 媳妇 梨花这个当妹妹的都表示了 咱们做哥哥嫂嫂的 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霍梨明的媳妇姓王 名叫昭帝 闻言 王昭帝翻了个白眼 表示啥啊 咱们凭啥表示 我没让他表示都不错了 小气巴拉的劲 那红包 凭啥只给霍梨花 就凭他能跑 笑死个人了 抠嗖的样 还说是有钱人呢 真的 不是我好背后说人家的 就周婷婷这扣扣嗖嗖的样 她以后保准好不了 王昭帝是相当不服气的 她本以为 来到这京都 她咋说也能横着走吧 毕竟她公公婆婆 是给周婷婷家帮忙的 至于霍梨花 哼 说白了 王昭帝一开始 还真的没看得上她 一个嫁出去的闺女罢了 那就是泼出去的水啊 她才是老霍家的媳妇 再咋说 也该是她受重视 却没想到 来了这儿 周婷婷对自己打招呼啥的 都是淡淡的 搞得王昭帝 心里不爽很久了 这次 霍梨明还想给周婷婷 那个拎不清的送东西 王昭帝这才不满意的嚷嚷出来 第四百八十章 周婷 老子 真是给她脸了 霍梨明也没想到 自己媳妇会是这个想法 一时间 惊呆了 你说啥 你没听清 王昭帝皱眉 忽然觉着 自己个儿嫁的这个男人 傻了吧唧的 一点都不聪明 当下 又相当耐心的说了一遍 我说 你嫂子她就是个 她一顿叨叨 也没想着掩盖自己的嗓门 旁边的半大孩子们 听得清清楚楚 尤其是周婷 她皱着眉 忽然感觉婷婷姐 前几天的热情款待 都是为了狗的 小说 周婷看了一眼周牙 弯下腰 直接将小周牙抱了起来 怎么了 周牙 她在周婷耳朵旁 我不喜欢她 她是个坏女人 不让她住姑姑的房子 她是坏人 周婷乐了 你个小不点 懂得不少 不让她住 她坏 周婷微笑 行啊 我姐妹白疼你 放心吧 小叔不会让她好过的 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妈娘 笑死 周厉绝不会允许 这种情况的发生 不过 一马归一马 这王昭帝的话 她暂时不会 归就在霍黎明的身上 但是 若是霍黎明的反应 若是让她不满意的话 那就想法子 让他们 在京都待不下去好了 反正 她现在有的是手段 对了 牙牙 这事不许告诉姑姑 知道吗 周牙茫然 为什么 她是坏人 我要告诉姑姑 让姑姑打她 周厉寻寻善诱 拉着她小小声摇耳朵 哎呀 你喜不喜欢四爷爷和四奶奶 四爷爷做饭好好吃 香喷喷的 周牙每次都能吃上一大碗 四奶奶总是笑眯眯的 身上也香香的 喜欢 那就不说 听话 他们是四爷爷和四奶奶的亲人 同样的 姑姑也很看重他们 如果知道他们是坏蛋的话 大家伙都会伤心的 周牙明白了 点点头 小叔放心 牙牙听话 牙牙不说 嗯 好孩子 后头安抚好了周牙 等几个蠢蠢欲动 要闹事的小子 霍黎明也终于缓过来劲了 他不敢置信的 王昭帝 你再把你刚才的话 说一遍呢 王昭帝 他又不是傻子 自然看出来 霍黎明对自己言语的不认同了 但是 那又怎么样 得了 少跟老娘装算了 我就不相信了 你对爹娘过来带孩子的事 心里就一点疙瘩都没有 他那嘲弄的眼神 搞得霍黎明 也要以为自己是个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了 我当然没有了 我小时候 也是清明哥抱着长大的 更别提 他参军之后 虽然很少回家 但是 家里的包裹和钱 是没有断过的 这一桩桩 一件件 都是恩情啊 更别提结了婚之后 嫂子做事妥贴周到 三五不时就有包裹来 你到底还在贪心些什么东西 你就非得人家把新窝子 都掏出来给你 你才高兴吗 王昭帝不敢置信 不是 他们给咱们东西 不是应该的吗 在王昭帝的眼里 自家公婆打小给霍清明抚养长大 那霍清明现在的荣耀 就该有劳两口一半才对 既然如此 那任务津贴 也该有一半 他现在一个月 不说多 至少百十块得有吧 每次只给家里寄几十块钱 隔三差五寄一次 王昭帝都觉得是公婆太宽人了 要是他的话 定然要抠出来一半的 更别提爹妈还过来带孩子了 这劳两口 也是个劳动力吧 咋说也能支点钱呢 说起来 王昭帝是真的不理解这劳两口 真是搞笑死了 又不是自己个儿的亲孙子 有啥好带的 就算是亲生的 那也只是俩不值钱的赔钱货把了 真是搞笑 弄得这么兴师动众 王昭帝对此很是不屑 同样的 他还起了别的心思 王昭帝伸出胳膊 捅固了一下霍黎明的胳膊中 完全没看见 霍黎明的脸 已经快要黑成炭了 话说你哥 就打算守着这个婆娘 过一辈子了 他可是连个儿子 都没给你们老婆家生下来 霍黎明心寒 他看着王昭帝 忽然很想知道 他还能说出来什么样的荒谬话 掌口道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嗯 你堂哥就没想过 再换个老婆 说实在的 王昭帝没打算跟周婷婷做对的 这团长夫人坐着 相当体面 搞得他很眼馋 他一开始觉着吧 只要周婷婷识相 给他伺候的舒舒服服 再给自己俩钱票花花 他肯定不给他搞破坏 谁知道这周婷婷看着聪明 其实是个木头呢 拍马屁 围着霍黎花一个外嫁女拍 真是搞不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 他也就不想给周婷婷留面子了 既然他无情 那就别怪自己无意了 什么意思 霍黎明这才发现 自己一点都不了解这个枕边人 他一直以为王昭帝是有自己的可爱之处的 只是前些年在娘家被压一惯了 有些时候不太会说话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是正儿八经的心口一致 哎呀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我这也是为你堂哥好啊 身为一个男人 总得有鼎立门户的男娃吧 不然的话 传出去就被人瞧不起 走在路上 腰杆都不应帮 这周婷婷就生了两个女儿 我要是她 我就不好意思再在这世上活着了 一头扎河里淹死 把位置腾出来 好让后面的人 给你堂哥生儿子呀 王昭帝一面说话 一面看霍黎明的脸色 他也不是蠢到家的 观察霍黎明的面色 确定他有没有生气 如果没有的话 他再一股脑 将所有的话都说出来 如果是生气了 那他现在就不说 等这事过去了 再慢慢的跟他提 可 王昭帝看霍黎明 没发现他生气 就欢欢喜喜的继续说了 哎 不是我吹嘘 我们家别的不行 就是生儿子特牛逼 咱们不说别人 就说我自己 我一进门就开怀 跟你生了两个大胖小子 厉不厉害 我还有一个亲妹子 今年才18岁 水灵灵的一朵娇花 只要你愿意 我也是能忍痛割爱 把我的亲妹子 送来给你的堂哥 当小老婆的 不对 应该是当后妈 至于你那俩小侄女儿 只要听话 我妹子也是能当 亲生的一样疼的 王昭帝杂杂嘴 但是姑娘家 本来就不值钱 肯定是要干活的呀 霍黎明 周丽 憋你妈了个八子 干他娘的 第481章 你撒手 霍黎明还没想好 该怎么教训媳妇 那头的周丽 就已经憋不住了 把牙牙随手 往身旁人的怀里一塞 提起拳头 就给了霍黎明一下 王昭帝还在猛逼 回过神 大喊大叫 天杀的小仔种 你是疯了不成 凭啥打我家男人 周丽懒得说话 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他没收着力气 王昭帝那傻逼 直接被他抽的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半边脸都是麻的 若是周婷婷在现场的话 就会发现 周丽干家的动作 那真是该死的 干脆利索又熟悉 和他自己的 如出一辙吗 果然 胃不熟的白眼狼 周丽冷笑一声 我都想不明白你 来到京都的地界 你嚣张个屁 我解释你能诋毁的 姐姐妹妹 是我们全家人的心肝肉 掌心宝 这话 你也是真的敢往外说 王昭帝气疯了 脸是疼的 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出地方不疼 他口不择言 咋了 我说错了 不过是两个赔钱货 我告诉你吧 你就算是再疼 那又怎么样 只要是落到了我妹子手里 就凭你今天对我这个态度 我能让我妹子 搓磨死他们俩 还双胞胎姐妹俩 王昭帝吐出来一口血水 恶狠狠地呸了一声 我呸 双胞胎又是个井了 长大了 还不是让人 骑在身上草的货色 我就听说还有人 剩下的乌言慧语 霍黎明没让王昭帝说出口 他忍着腾走过去 一把将王昭帝揪了起来 抬手就是一嘴巴子 王昭帝的话被打断 他想骂人 可抬起头 却对上了自家男人 凶悍的恨不得要杀人的目光 灯石 黏了 周立已经气得 想要杀人了 若不是周同眼急手 快把周牙扔了 死死圈住了暴走的周立 他保不齐真的要做出点 啥无法挽回的事情 傻逼 你们俩愣着干啥 我快弄不住他了 跑啊 变故就发生在一瞬间 快得后面跟着的霍梨花 都要反应不过来 天爷啊 你们这个糟了瘟的 好日子近在眼前了 干啥要遭念啊 霍梨花被王昭帝蠢死 姐姐妹妹还是孩子 你说那样的话 你就不怕自己口舌生疮 你这个畜生 听那边还骂骂咧咧的 周同人都骂了 怎么爹 合着他说的话 压根就没人搭理 还是咋的 他 真的真的快要控制不住 发狂的周立了 奶奶的 这身板子看着不咋的 力气怎么这么大 你撒手 周立眼睛红了 你现在不撒手 别怪老子跟你翻脸 周同还是比较冷静的 放你奶奶个屁 到底是四爷爷 四奶奶的家里人 你收拾两下 就算了 就算是想收拾 你犯得着这样吗 在他看来 忍一时 至少面子上过得去 后面咋收拾 笑死 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他来了周家 也是把姐姐妹妹 放在心肩上的 只是 他这人薄情寡义惯了 比较起周立的重感情 一冲动 他多了几分冷静和蠢夺 周立啥都听不进去了 撒手 不然我连你一块收拾 周同 嘶 这话应该是认真的 还他娘的愣着干啥 这猛户要杀人了 霍梨花猛逼 舔狗胜一把给霍梨花拽着 站到了路旁 自己凑过去 妄图掺和一下 周同是认真的 他确实拉不住了 千军一发 周立弹射起飞 被周牙匆匆带过来的周婷婷 一声怒吼 小王八蛋给老娘助手 周立 他瞬间粘了 扭头看向周婷婷的目光 都带着委屈的 姐 周婷婷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周立不是不知道李树的孩子 闹成眼前这个样子 若是那个王昭帝 没干错事 是万万不可能的 过来 周立心下愤懑 看了一眼王昭帝 又看着周婷婷 到底是听话了 乖乖巧巧地 跑到了周婷婷的身边 姐 怎么回事 这才出来多长时间 怎么就闹到要动手了 周立沉默着不吭声 那些话太脏了 光是重复出来 他都觉着是脏了自己的嘴 和姐妹俩的名声 他对周婷婷全身心的依赖 文言只是倔强道 我没错 他该打 王昭帝看见了周婷婷 自以为是来了救星 当下就直冷起来了 叫嚣着 你这个没叫养的东西 养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老娘我 周婷婷本来就烦得慌 发现王昭帝这般 也不给留面子了 他周婷婷是谁 只要他不顺心了 天王老子来了 都得被他刮下一层皮 王昭帝算个什么东西 又不是他的救命恩人 纯粹是他敢念四叔 四神给家里带来的便宜 这才伸出手帮了一下 没有四叔四神 就王昭帝这样的 连他家的饭桌都不配上 周婷婷抬手 从后腰抽出来一只布鞋 随手丢了出去 一下子就落在 王昭帝的脑门上了 啪 一声巨响过后 世界安静了 周婷婷立声道 狗叫个什么东西 我让你说话了吗 老娘我给你脸了 王昭帝万万没想到 周婷婷是这个路子的 当即就老实了 拽着霍黎明的手 瑟瑟发抖 周婷婷心头火气翻涌 既然周立委屈得要死 那就周童来说 周童没什么顾忌 小嘴巴巴 把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 后头的四婶急匆匆追了上来 听见这一字一句 也是目瞪口呆的紧 周婷婷气笑了 白眼狼啊 你真是好样的 骂他闺女 还骂得那么难听 周婷婷觉着 要是连他这个做娘的 都不给自家闺女撑腰的话 那还能指望谁呢 我真是呸了 长得丑 想得美就是 你这样的 看周婷婷只是逼逼叨叨 没动手 王昭帝的胆子也大了 尤其是看见四婶 站在人群后头的时候 底气瞬间十足 他从霍黎明的身后冒出头 怎么着 我说的 有假话吗 女人本来就是赔钱货 到时候一瓢水泼出去 那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给别人家生儿育女 你们倒是护得 跟个眼珠子似的 有意思吗 第482章 周婷婷 姐不是你捏的 抽死你 周婷婷没打算忍 他上前就要动手 霍黎明已经忍不住了 将王昭帝从身后拖了出来 劈手就是两巴掌 场面寂静 四叔四神的脸色面如白纸 嘴里泥喃道 造孽啊 真是造孽啊 老霍家怎么娶了这么个媳妇 这样的脚架筋在 家里怎么才能安生 周婷婷看了一眼霍黎明 这些话虽然他没说 但是他的不作为 也让周婷婷心里有点不大舒服 他快步走过去 越过霍黎明 抬手想打 霍黎明脑瓜子乱糟糟的 只是看着周婷婷 仰起来的巴掌 到底是喊了停 等等 周婷婷扭脸 嗯 霍黎明对上周婷婷轻亮的双眼 忽然觉着自己的要求 好像是有些太过分了 但是王昭帝毕竟是自己的枕边人 他做不到熟视无睹的 嫂子 他就是一时心直口快 他是没有那个意思的 哦 这个也谦造 怎么 你想替他求情 霍黎明硬着头皮道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嫂子 你别跟他计较了 回去的话 我会好好的收拾他 收拾他 笑死 周婷婷决定先收拾收拾这个了 周婷婷毫不客气 反手一个大耳瓜子 轮得着你说话了 他居高临下 毛色发冷 是我太好脾气 让你觉着我是软柿子 能拿捏的了 实话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四叔四审的缘故 我真是懒得看你们一眼 这地方 你们爱呆不呆 说实在的 他没想到四叔四审 还能养出来这样的孩子 他下手有分寸 给了霍黎明一嘴巴之后 抓着王昭帝 不顾他的疯狂挣扎 噼里啪啦 又抽了几个嘴巴子 你还真是不乖 来之前 也不知道先打听打听我的为人吗 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 真是活腻歪了 针对这一点 王昭帝是真的很想辩解一下 他是真的潜意识里 把周婷婷当成了软柿子 毕竟 若是个凶悍能持家的性子 肯定不会三五不时的寄包裹过来 一开始 王昭帝也是心怀感激的 只是 人的胃口一旦变大了 心也就大了 他开始不满足于 周婷婷三五不时寄过来的东西 总觉着 自家公婆去帮忙带孩子 他就应该多给东西才对 谁料周婷婷对自己淡淡的 反倒是对霍梨花那个外嫁女 殷勤备至 王昭帝心里已经很不爽了 积压已久 再加上霍梨明问 要不要给周婷婷准备点礼物 他这才爆发 出言不逊 彼时的他 压根就没想过 周婷婷居然是这么硬的茬子 连带着他手底下养出来的孩子 也没一个好招惹的 光是想想 王昭帝都要哭出来了 我 我上哪打听去 王昭帝委屈坏了 都以为你脾性好 你咋还打人呢 周婷婷看着他哭 更烦了 抬手一个嘴巴子 好好说话 王昭帝 旁边的周莉也冷静下来了 只是看着王昭帝的目光 跟脆了毒似的 你不知道 周婷婷淡笑一声 或大海跟张那个什么话 那两口子 在我手里训得跟狗一样 合着 他们回去之后 是一点都没把我的所作所为 往外捅过 这点是周婷婷没想到的 本以为 这对不要脸的夫妻回去之后 会对他添油加醋的污蔑 露出自己被欺负的伤口 隐忍同情 倒是 出奇的要脸了 一个字都没往外头说 稀罕 好了 四婷上前一步 拉住了周婷婷的手 别闹了 这巷子 怪让人看笑话的 周婷婷停下所有的动作 她没吭声 只是想知道 面对此情此景 四婷会选择怎么处理 好 四婷上前 默默拉起了王昭帝 又看了一眼自家儿子 叹息一声 我以为 你们小两口 都是好孩子的 娘 霍黎明有些不知所措 娘 对不起 对不起 四婷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 对不起 还真好意思说了 她年纪大了 左右手轮流开弓 给霍黎明揍得嗷嗷叫 王昭帝傻眼了 她本来以为 婆婆是出来护着自己个儿的 却不想 事情好像压根就没有 按照她的想法发展下去 一时性急 她上前救护 四婷堪称是一个羽露君瞻 那耳瓜子 就开始奔着王昭帝的身上去了 混账玩意儿 你们俩就是一辈子的穷命 嘴毒 心毒 眼葬心葬 姐姐妹妹就是个孩子 你说那话 老娘怎么当初瞎了眼 让你这样毒的小贱人 进了我们霍家的门 骂了王昭帝 四婷犹觉着不过瘾 又开始去骂霍黎明 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老娘当初生你的时候 就该给你掐死 真的 只要把你掐死了 就都省事了 一了百了 还能让你在这儿逞威风吗 四婷是真的生气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个儿的孩子 居然长歪成了这个样子 又打又骂 情绪激动的 周婷婷都生怕她一个想不开 就地撅了过去 她忙不迭上前 抱着四婷的腰 直接给她带离战场 四婷还没揍过瘾 踢她的脚 婷婷 你撒手 我得教训这一个个脑子 进了屎的 你撒手 周婷婷无奈劝说 差不多得了 好了 您这一把年纪了 跟他们生这个气干啥 气坏了身子骨 就不值当的了 四婷气得直掉眼泪 真是造孽 咋就养了些这么个孩子 四叔也没话说 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拉着四婷的手 孩子大了 心也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和主意 咱们都能理解的 四婷气得呜呜哭 爹 霍黎明还想解释些什么 昭帝就是嘴巴坏了点 心是不坏的 真的 他嘴巴坏 我揍他 我收拾他 四叔摇摇头 随便你吧 我也不想管你了 他颤抖着手 从兜里掏出来一把钱 拆出来两张十块的 递了过去 霍黎明不想要 倒是王昭帝眼疾手快 一把就给夺了过去 第483章 四叔 你们回家去吧 霍黎明无助 昭帝 这是爹妈的钱 咱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咋好意思要爹妈的钱啊 王昭帝也是心里强大的大侠 文言相当顺流的反驳 那当爹娘的贴补儿子 本来就是人之常情 别人家都贴补的了 你们老货家不能贴补 拿着钱 王昭帝撇撇嘴 还觉着不大满意 嘟囔着 就这么点 真是抠索小钱 你们打我这么多下 二十块钱就想把我打发了 霍黎明 你个傻缺 你细数说这话 你就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霍黎明一缩脑袋 姐 这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我管不了他 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也没招了 周婷婷 确实 摊上这样的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梨花 别管了 四叔对着霍黎花摇摇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他们两口子 这就叫烂泥扶不上墙 霍黎明皱眉 爹 你现在说话 真是越来越难听 周婷婷冷不丁插一嘴 我说话不难听 但是我喜欢上手 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霍黎明立马就跟被掐住了 脖梗的鸡一般 瞬间哑巴了 周婷婷冷哼一声 小样 就收拾这样的 手拿把掐 看小夫妻俩安静了 四叔牵着四婶的手 柔声安慰 好了好了 你也别哭了 不值当的 四婶是难受 他没想到 自己个儿的孩子 在他没看见的时候 长成了这副样子 亦或者说 他对孩子的关心不够 孩子一直都是这样的 只是他从未知道过呢 四婶陷入了茫然 倒是四叔有魄力的狠 你们这两口子 往后是好是坏 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你们俩这性子 不大适合在京都待 身为你们的爹娘 我最后管你一次 带上这二十块钱 快快回家吧 有些人 真的就是一辈子 地理刨石的命 改不了 那就干脆别白费力气了 四叔甚至有些冷漠的想 他为了这一群孩子 已经生生耗了 大半辈子的心血了 老了老了 就想带着老伴 过几天快活日子 他不觉着自己有错 甚至觉着自己已经人之一尽 能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全看造化吧 霍黎明傻眼了 王昭帝更傻眼 凭啥呀 他看着四叔没有变化的脸 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这话好像是认真的 王昭帝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开始哭天枪地 凭啥呀 你偏心眼 说好了 带我们过来发财的 这下好了 刚落地几天 就急吼吼 要赶我们走 你逗狗呢 霍黎明没说话 只是满眼都是受伤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爹娘不在乎着自己个儿了 不是 爹 娘 你们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啊 你们当初撇下我们一大家子 拍拍屁股 就上堂哥这儿想服来了 家里啥都丢开手不管 那就算了 我能理解的 谁不想过好日子 但是 他眸光慌乱 但是你不能不管我啊 我也想过好日子 就算是昭帝说错了话 但是 我会教训他的 为什么要闹成这个样子 咱们是一家人啊 王昭帝觉着撒泼解决不了问题 难得智商上线 忙不迭跪下 开始咕咕 抽自己个儿的嘴巴子 对对对 是我混账 是我嘴贱 但是 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四叔抱喝一声 够了 你们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和你娘拉着你长大 给你出钱带房子 娶媳妇 能做的 我们都做了 我们不欠你啥 喊你上京都来 是挺挺好心 不想你们在乡下受穷 说吧 四叔顿了顿 但是 我算是看出来了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穷命 不是想不想受穷的问题 机会摆在眼前 饭就插喂到嘴里了 这都接不住 也有不了我这个当爹的 四叔摆摆手 你们回家去吧 爱咋闹腾就咋闹腾 老子不管你们了 这不就行了吗 孩子多了 就是债多 四叔说完 直接拽着哭哭唧唧的四婶回去了 四婶也被伤了心 姐姐妹妹 真是她一手带大的 那贴心的程度 真让四婶恨不得把命都给他们 可自己的儿子 儿媳 却在背后说这样的话 四婶觉着自己对不起周婷婷 同样的 也对不起周婷婷 为了豁家一门心思 打散的善意 周婷婷看着狼狈的小两口 说实在 心里很爽 她高传一笑 祝你们好运了 说吧 她转身就走 周立看见周婷婷转身 跃跃欲试 想要搞点破坏 谁知道周婷婷就跟长后眼一样 小立 周立 她立马僵住了 啊 特别会装的 咋了姐 周婷婷头也不回 麻溜跟过来 周立 好嘞 她屁颠屁颠跟上 周童捞着牙牙 顺梢带手 把霍梨花一家子又带回去了 嗯 人都走了 就剩下霍梨明一家子 王昭帝想不明白 明明自己是为了霍清明好啊 他是为了老霍家好 不想老霍家断了根 咋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这一个两个 都不给自己好脸色 黎明 咱们咋办 霍梨明沉默着 回家 啊 王昭帝念懦掌 可是 咱们当初过来的时候 不都说好了 要来赚大钱的吗 现在一毛钱没赚到 就这么狼狈的回去 王昭帝打心眼里不情愿 来之前 他都已经跟大队里那群 没见识的娘们吹嘘过了 自己到时候 会是多么多么的风光 但是现在 他不甘心 回去 就是彻彻底底的丢了脸 他不想这样 只能哀求着 黎明 我们去给爹娘道歉好不好 还有周婷婷 我不跟他一般计较了 咱们都不生气 好好过日子 行不行 霍黎明有些麻木 望着王昭帝的模样 深深的叹了口气 昭帝啊 他张开嘴 嗓子是疼的 心 却是苦的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呢 若是嘴巴不那么碎 那么歹毒的话 怎么会落得眼下这般甜点 第484章 一地鸡毛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霍黎明了解自己的亲爹娘 还有他堂哥霍清明 刚刚 霍清明只是冷冷地 站在一旁看着的时候 他就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晚了 他们的眼里 柔布的沙子 想想 霍黎明也忍不住有些埋怨 不过是两个女娃 哪有儿子重要 虽然昭帝 说话是有些过分了 但 这不就是实话吗 最让霍黎明难以接受的是 他的爹娘 居然不站在自己这边 护着自己 远近亲书都望望 他心中怨对 但 若是想让他反抗点啥 他还真的不敢 见识过了周婷婷翻脸 那干脆利索的样子 现下 他就算是再蠢 也不会明着翻脸了 他叹息一声 算了 回去吧 王昭帝不想回去 我不要 我就要留在京都 你想留下来 以什么样的身份呢 王昭帝哑然 他没了言语 霍黎明弯腰 捡起地上散乱的东西 默默地抱着最小的孩子 率先离开了 步履蹒跚的模样 看着倒也是带了几分可怜 但 自作自受 完全不值得被同情 王昭帝坐在地上 茫然不知所措 还是他的大女儿 妾生生地伸手 娘 地上梁 起来吧 王昭帝看着女儿 受了惊吓的小脸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毫不犹豫地 匹手抽了上去 也许是因为 刚刚他挨打挨骂 受委屈的时候 这个他轻生的骨肉 在一旁袖手旁观吧 没良心的东西 生他不如直接掐死 好吃好喝的养着 到了自己受难的时候 居然一心半点的忙都帮不上 越是这么想 王昭帝就觉着自己越发生气 一声脆响过后 就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泣 走在前头的霍黎明傻眼了 他扭头 迎接这一面的时候 还有些不敢置信 女儿还那么小 他不知道王昭帝 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 对孩子下手的 你疯了吗 霍黎明盲不迭冲回来 放下怀里的小儿子 又把包袱丢了一地 盲不迭的搂过大女儿 我看看 我看看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 那一巴掌 王昭帝是下了大力气的 他没收着手 小孩子的面皮那么嫩声 压根经受不住这一巴掌 霍黎明捧着女儿的小脸 发现唇角都是溢出来的血 牙也打掉了一颗 怒火上头 霍黎明抱起女儿 抬腿就给了王昭帝一记窝心脚 你也配做娘 我配 你这个狠心的毒妇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啊 王昭帝蜷缩在地上 痛得直打滚 简而言之 一地鸡毛 回了自家小院子 周婷婷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 倒是四婶气得忍不住抹眼泪 姐姐妹妹现在已经能走得比较平稳了 见此 迈着小短腿走到了四叔四婶的跟前 一路上 脸跑带冲 一个劲地打磕半 但 好在是有惊无险地冲到了四婶的跟前 两个小脸蛋 一个塞一个的可爱 眨巴着葡萄仔一样的目光注视着你 奶奶不哭 乖乖乖 不哭 擦擦 姐妹俩忙活坏了 伸着小手 给四婶擦眼泪 四婶那心意儿 跟泡在醋里差不多 酸胀的厉害 一手搂着一个孩子 哭得更惨了 她想不明白 这俩孩子这么可爱 这么窝心 为啥要用那么恶毒的词汇 去形容俩孩子 四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周莉已经啪哒一声 跪在四婶跟前了 对不起 周莉垂着头 她知道 今天自己动手 是有点冲动了 但是 她根本忍不住 你这孩子 四婶被周莉的举动 搞得都顾不上哭了 想拉周莉起来都没有手 只能站起身 将俩孩子放下 伸手去拉她 好孩子 你跪我干啥 你快起来 今儿这事 你没错 是我的错 养出来一个不知所谓的儿子 瞎了眼 娶了一个毒妇 你做得好 小脸 真的 黎明是我生的 但是 婶说句窝心话 你做得好 婷婷没白疼你 周莉抬头 那我也不该冲动的 我应该 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四婶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年纪轻轻的时候不冲动 你打算啥时候冲动 再说了 你要是看着那俩王八高子 羞辱姐姐妹妹不吭声 我才要找婷婷说你呢 四婶心里明白得很 往后 我是不会再管黎明一家子了 就是 她到底是没忍住 求了情 不管回头 你们怎么收拾她 留条命在 这爹妈虽然做得不像样 但还有俩孩子要养 孩子要是小小年纪 没了爹妈 就实在是太可怜了 到底是她亲生的 舍不得看着去死 这话给周婷婷都整乐呵了 善儿 你想的 真的稍微有点太多了 我们能干啥 充其量就是揍一顿泄愤 还能要了她那条狗命咋的 哦 只是揍一顿啊 四婶瞬间觉着 自己刚刚是有点浪费感情了 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四婶垂着头 他们早晚要知道的 或从口出这个道理的 这世上 没人会一直包容体谅他们的 周婷婷点点头 一把就给周婷拉起来了 一直跪着干啥 膝盖不疼的吗 善儿 你放心 这事我们有分寸 梨花就先在我们家住着吧 等过段时间 还有大队里剩下的堂哥 堂弟 也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 到底要不要来 他不是做擅堂的 不会让人站在自己头顶拉屎 四婶也有些心有余悸 他点点头 婷婷你放心吧 剩下的话 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了 周婷婷也忙碌得很 他这本来就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时间 要知道 他现在还在上大学呢 一枚 可怜的大学生罢了 好 那你们先忙着 我去上学了 时间不早了 再不去的话 就真的赶不上趟了 四婶忙不疊站起来 你去吧 这家里家外有我们在呢 好 周婷婷处在原地不动弹 周婷婷上去就照着屁股担子一脚 愣着干啥 推车送我上学啊 周婷有些排斥 姐 你自己去呗 第485章 白居过戏 周婷婷微微一笑 威胁道 小子 你别给我找事 那姐夫送你去 霍清明抬眼 沉默 周婷婷默默举起了巴掌 周婷 服了 他不情不愿地推了车子 周婷婷跟众人打了个招呼之后 带着邱逸的风吹在脸上 缓解了周婷婷浅浅的胶着 干啥不说话 周婷坑唧唧 说什么 你小子 你给我少找事 周婷委屈 我就是憋屈 我们家姐姐妹妹多好了 为什么一个两个 非要把手伸那么长 要来管咱们的家事 他真的出离的愤怒 王昭帝也是女人 为什么会对两个盘山学步 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那么大的恶意 还有他对周婷婷的评价 这些都让周婷婷翻涌 他甚至觉着 是不是自己太没用了 让霍家以为周家没人了 这才肆无忌惮的欺负姐 在他的心里 排第一的是周婷婷 这个位置 没有人能比肩 他只是不服气 还有 周立对霍清明也有了埋怨 为什么姐夫刚刚在那 一个字都不说 周婷婷看着周立 你小子 到底是年纪轻 你姐夫站在哪 只要他保持了沉默 就已经能代表态度了 可是 他身为孩子的亲爹 他一句话都没说 这是什么意思 他也觉着闺女没有儿子好吗 周立气鼓鼓的很 不喜欢姐姐妹妹 那咱们就分开 我好好赚钱 肯定不让姐姐妹妹 跟你受委屈 好家伙 这死小子两句话 差点把周婷婷的家都干细碎 得了吧你 眼看着周立要上纲上线 周婷婷照着他的后脑勺来了一下 毕竟得考虑四叔四审的感受 门心自问 老两口对你咋样 对孩子们咋样 周立沉默了 然后哽着脖子 一码归一码 我能被骂狼心狗废 但是你和姐妹俩不能受委屈 妈的 这死小子跟谁学的 太会戳心 不愧是她捡回来的老大 就是贴心得很 好了 不会受委屈的 再说了 你还怕她把我踹了 周婷婷哼哼一声 真分开了 老娘肯定更加自由自在 周家是老牌世家 她的存在 已经是许多人都默认过了的 更别提她手中的资产 本就是一笔可怕的财富 再就是 她还有外挂呢 周婷婷完全不担心 她和霍清明是有感情的 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开 不值当 再就是 难道周立真以为霍清明是什么好鸟了 这老东西也阴得很 当时没吭声 没动手 估摸着是憋火呢 估计这四叔四审在 等四叔四审都不在了 她不出手收拾死那两口子 她周婷婷的名字就倒着写 你知道为啥刚当你 让你姐夫送我 她不吭声吗 周立不傻 只是现在怒火上头 需要人点拨一下 周婷婷现在就在点拨周立 她寻寻善诱的 你自己慢慢琢磨吧 周立的火气稍微削减了一点 好像琢磨出来了一点头绪 姐 你的意思是 周婷婷挑眉 不然嘞 姐妹俩是她们这辈子为二的孩子 周婷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霍清明比自己更疼爱姐妹俩 这男人小心眼起来 报复心还是蛮强的 周立高兴了 这还差不多 周婷婷笑了 看你那样 不过 有你这么个舅舅在 我觉得啊 这姐妹俩未来 也肯定不会吃亏受委去了 周立没开眼笑 蹬自行车的动作 都充满了力量 这不是应该的吗 坐稳了啊 姐 我要开始冲刺了 周婷婷骂骂咧咧 死小子 你慢着点 慢不下来啊 时间恍若白居过戏 一转眼 半年的时光 飞速而始 霍家的人陆陆续续都过来了 随着政策的不断开放 也能稍微摆摊 做点小生意 贴补家用 但 生意虽然小 赚的钱可不少 这边干一个月 抵得上老家辛辛苦苦干一年了 好在霍黎明那两口子还是少数 除了这两口子奇葩 剩下的都是脚踏实地的 周婷婷对他们好三分 恨不得回报十分 好消息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坏消息是 姐妹俩有了这么多惯着的 那叫一个嚣张啊 就算是上房接瓦 底下也有俩给扶着梯子 三个小心叮嘱 剩下四个给喊耗子的 整个周婷婷 那叫一个头大如斗 恨不得再回学校住校得了 至少能落个耳根子清静 霍清明倒是管了 收校甚微 她本来还在苦恼该砸整 要不要把这个场外援助 周婷婷给请上来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 这俩宰子精的人神共愤 他们会看人下菜碟 在家里是混世魔王 出了门 那就是可爱小甜心 俘获了一众大妈大神 搞得周婷婷有时候 跟别人吐槽孩子造反 他们都是一脸不相信 甚至觉着周婷婷 对孩子太苛责了 毕竟是孩子呢 小姑娘家家的 就算是淘气 也是有限度的 搞得周婷婷每次吐槽 都以自己灰溜溜落下为目告终 弄得她现在都不吭声了 人生啊 看淡吧 这俩小玩意能装 会装 那就随他们去吧 童年是快乐 但是快乐的童年 又能有几年呢 周婷婷决定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看不见 但是如果闹过分了 周婷婷一插手 那定然是屁股开花 搞得双胞胎 对周婷婷又爱又怕 她妈妈的巴掌 又爱妈妈香喷喷的怀抱 时间转眼就进入春日 霍清明的工作安排更加稳定 上午去一趟 下午若是没事 就能回家陪着了 牛苗跳和宋宋 也修成正果了 俩人在一块 堪称是和和美美 小夫妻俩从来都不吵架 磨嘴皮子 宋宋温柔 基本上都是她迁就着牛苗跳 碰 门被推开 闯进来一个五岁大小的男孩 古瘦伶仃 瞧着有些可怜 只是目的心太强了 一进门 就扑通一下 跪在牛苗跳的面前 第486章 恶心玩意找上门 望着这有些眼熟的眉眼 牛苗跳几乎是瞬间联想到了 那对渣男贱女 她没吭声 这颇为淡定的样子 搞得小男孩和身旁的宋宋 都有些拿不住了 宋宋则是没反应过来 只是瞧着那孩子有些可怜 下意识想伸手把孩子拉起来 手伸了一半 却被牛苗跳攥住了 宋宋虽然不理解为什么 但出于对牛苗跳的信任 他缩回手 选择了沉默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男孩看着牛苗跳 念诺半生 我没钱花了 牛苗跳 真的 他现在算是这儿巴金的相信了 眼前这个绝对是李庆峰的亲儿子 这不要脸的话 都是如出一辙 牛苗跳差点被气笑了 你没钱花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爹是你的枕边人 你是他的婆娘 你就必须得养我 哦 牛 旁边的周婷婷快要乐死了 天老爷 这是大不要脸 生了个小不要脸 牛苗跳觉着 自己的心脏已经被锻炼得无比强大了 可有些时候 还是会被这群傻屈无语道 离婚了 牛苗跳淡淡的 再说了 当初李书真把你带走的时候 你不也跟着走了吗 现在又在闹腾些什么东西 你这东西 我真是看了 都觉着脏了眼睛 实相的话 自己滚 你要是不滚 非逼着我动手的话 最后可能会不大好看了 这话一出 小男孩的脸色惨白 但想到自己若是弄不到钱 往后那鸡一餐 饱一餐的日子 他的心里就涌上了无限的恐慌 不不不 你别这样 小男孩到底是年纪小 害怕饿肚子 火候也修炼不到家 听了牛苗跳两句淡淡的威胁 就开始痛哭流涕了 就算是这件事 我爹娘都有错 但是我是无辜的 小男孩生生控诉 我只是一个孩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被生下来 我也没办法选择家庭的 如果可以 我想当你的孩子 但是 我没这个机会去选择 我只能被动承受 我难道就不可怜了吗 这话说的周婷婷都要惊呆了 真不像是一个半大孩子 能说出来的话呢 这里面的斤斤计较和算计 是生怕别人看出来 哼 还用尽全力来洗白自己 真有意思啊 你是不能选择爹妈 但是 我也没必要为李清风的选择买单 你是死是活 跟我没关系 当初李书珍说的不是很好听吗 你这样的孩子 我说我不管你 他还生气得很 说自己能把你养得很好 说吧 牛猫条顿了顿 上下打量着小男孩 那目光 跟挑选货物 也没什么两样了 就是我现在瞧着你的样子 总觉得这话多少掺杂了点水分啊 如果古兽灵巡 身着破衣烂衫 也叫养得很好的话 那小男孩的日子 确实还过得不错 至少没被饿死 冻死 小男孩的脸都僵硬了 含含乎乎的 他一个人也不容易 我还活着 都算是不错了 看在我爹跟你有过一段的份上 你总不能对我视而不见吧 牛猫条咋咋嘴 说实在的 我是很能做到视而不见的 他巴不得这一家子都倒霉呢 现在看见他们儿子 弄成这小乞丐的样子 说实在的 牛猫条还是挺爽的 嗯 别跟他扯什么 以德抱怨 那都是放屁的 以德抱怨 何以抱得 他坚信着 善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知道这一家子都过得不好 牛猫条相当开心 他已经琢磨好了 等到晚上的时候 就让宋宋多炖一个肉菜 咋说也得开瓶酒 好好庆祝一下 嗯 趁着我现在心情还算不错 你赶紧滚 不然的话等一会儿 我心情不好了 我就出来 什么样的事情 那可就不好说了 这明晃晃的威胁给小男孩 搞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扭头望向门口的方向 牛猫条这才反应过来 哦 原来李淑珍还在门口处着了 他当时就乐了 也不管这地上的孩子了 起身 大胯步走到了门口 轰的一下将门打开了 李淑珍靠在门板上 因着反应不及时 连滚带爬的跌进了小院 周婷婷 嗯 好一出大戏啊 这玩意要是不看的话 还真是对不起自己个儿了 四审适时的地上瓜子 小小声的嘀咕道 我觉得这李淑珍得倒霉 周婷婷丢了一粒瓜子进嘴巴里 赞同的 我也觉得 李淑珍确实得倒霉 牛喵跳也没打算放过他 牛喵跳站着 居高临下的望着李淑珍 冷嘲热讽 直接就拉满了 我还以为这是谁呢 这不是咱们的大善人李淑珍吗 李淑珍面色通红 你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听着都让人不爽 呦 牛喵跳乐了 你这就觉得不爽了呀 我这还没说啥呢 等我一会儿说了 你不得羞愤于死去撞墙啊 你 李淑珍想骂人 但想到了自己 还得从牛喵跳手里抠钱花 到底是把即将脱口而出的恶意 硬生生咽了回去 算了 退一步 海阔天空了 我不撞墙 李淑珍善善的 我就是手里确实紧巴巴的 这些个孩子都长着嘴了 你也知道的 这半大小子 吃穷老子 这一个两个的敞开了吃的话 确实吓人 吓人不吓人的 关他牛喵跳什么事 哦 那你还真是善良啊 牛喵跳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这么善良的你 过来找我干什么 我这不是生活困顿吗 李淑珍善笑 多少需要您接济一下 你放心 只要你给了我钱 我保证带着这死孩子就走 绝对不会打扰你 现在的生活 牛喵跳一个字都不能出 这要是开了个仙河的话 往后这李淑珍 肯定会带着一家老小年上来了 往后这就跟牛皮糖似的 甩都甩不掉 现在滚 别等着我跟你翻脸 李淑珍不滚 我不 你给我钱 周婷婷在一旁看着 忽然扬声道 需要帮忙吗 牛喵跳笑咪咪的 不用了 我自己能处理 说吧 他牛脸对着送送道 还愣着干啥呀 快点的 去厨房把我的剃股刀拿来 李淑珍傻眼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走不走 不走 李淑珍就不相信了 他还能真的 把自己给杀了不成 显然 牛喵跳也想到了 自己语言中的漏洞 还没想好 该咋去苗补 那头送送就拎着板砖冲了过去 小苗 用这个 第487章 进入国家队的霍梨花 砍刀不敢下手 但是板砖 牛喵跳觉着以自己的手劲 揍死李淑珍不可能 但是伤筋动骨的 还是很有可能的 那种程度的伤 对牛喵跳没啥影响 撑死 是妇联合接盗办的人上门调解 只要自己医药费给的麻溜 态度够好 也就是轻拿轻放的事 牛喵跳觉着 他还是挺有钱的 出点钱打人 走 合情合理啊 你想好了 现在不走 一会儿就真的来不及了 李淑珍铁了心不走 我不 你给钱我就走 不给的话 那咱们就在这耗着 反正我也没所谓 大不了你就打死我 也不知道 李淑珍在外面这大半年 到底是受了啥刺激 以前是唯唯诺诺 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敢内坏 不敢表现于人外的性子 到了现在 居然半点都不藏着掖着了 好 牛喵跳举着板砖就要砸 李淑珍眼疾手快躲了一下 没砸着腿 只擦了个边 腿上被蹭下来一块皮 血几乎是瞬间就涌了出来 李淑珍不敢置信 你还真想打我 牛喵跳 他无语 自己看起来是只吓唬人的性子吗 你走不走 李淑珍到底是没了底气 连滚带爬的跑走了 只剩下那小男孩 还在院子里傻愣着 牛喵跳转身 举着板砖阴侧侧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不跟你一块走 也是想挨我打吗 小男孩瞬间脚底抹油 溜了 牛喵跳等了一会儿 拽着送送就出了门 留下吃瓜吃一半的四婶 和周婷婷 俩人还有点意犹未尽 哎呀 这李淑珍 以前没觉得是这样的人啊 他之前还教过李淑珍 咋过日子来着 现在想想 还真是没必要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他没必要横加干涉 弄来弄去 搞得他自己里外不是人了 想了想 四婶又补了一句 他有点欠揍了 您以为 苗条是出去干啥的 四婶还没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 还能干啥 不就是出去一趟 出去 对啊 四婶眼睛一亮 瞬间就想明白了 其中的官窍 他这是丁烧去了 对啊 揍人嘛 还是得按着来 人打了 气出了 还不会被人抓住把柄才行 这样的话 就算是后面有怀疑对象 找上门 也是徒劳无功的纠缠 你说你打了人 不好意思 我不承认 你要是非说我动了手 谁能证明是我打的你 这就是一个无限死循环 周婷婷看戏看得差不多了 也算是 对牛苗条的过去 有了一点认知 半晌 他轻声叹了口气 这叫啥 四婶乐呵呵的 叫啥 尚赶着找揍 也许 但 这何尝不是牛苗条的蜕变呢 去年那会儿 他可是冲进来 就要打杀一切的 嗯 婶儿 你觉着苗条现在的日子咋样 好 顶呱呱的好 四婶笑眠眠的感叹着 就是缺个了孩子 要是俩人再生的孩子的话 那就更好了 哎呀 这时候就别想孩子不孩子了 这两口子 能把日子过明白都不错了 孩子有了最好 没有就拉倒 全看个人的选择 四婶想想也是 更何况自家的事情 都快管不过来了 哪里还有功夫 去管别人家的事情 霍梨花一家五口 跟牛苗条前后脚 牛苗条前脚出去 霍梨花一家的后脚就进来了 看着周婷婷 霍梨花真是一如既往的亲热 嫂子 我们又来了 周婷婷都无奈了 你们都不休息的吗 这玩意整的 这一家子上 他这儿跟打卡报道似的 来得比谁都轻 上这儿不就是休息吗 霍梨花整个人的状态 比刚来的时候 好的何止是一点半点 整个人都容光焕发了 嫂子 真的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 我或许也能踏上那个位置 代表华夏出战 周婷婷 连她都惊讶了一下 这么快就确定下来了 霍梨花有些羞涩的摇摇头 还没 就是教练说了 只要我保持这个状态下去 队伍必然有我的一席之地 牛逼 周婷婷只想给霍梨花 竖起一个大拇指 真的牛逼了 她周婷婷在闹腾 那也只是在周遭闹腾 这梨花都马上冲出华夏 走向世界了 嫂子为你骄傲 周婷婷满眼都是开心 你等着熬 晚上咱们弄顿好的庆祝庆祝 四神也激动得不行 确实该庆祝 哎呀妈呀 我居然生出这么棒的闺女 老闺女 你是娘的骄傲 霍梨花刺着牙 身后的田狗圣也不甘示弱 媳妇 你也是我的骄傲 至于田婆婆 那就更不用提了 这位那是实实物的可怕 闻言就差给霍梨花 抱着巴巴亲两口了 那什么 梨花 你也是婆婆的骄傲 你放心好了 以后要是狗圣 这混小子敢欺负你 都不用 你是眼神的 婆婆都能揍死他 这感情充沛的 感觉下一秒 就能给田狗圣抱走一顿了 这家伙给田狗圣整的 也是相当无语了 娘啊 你表忠心我能理解 但是 咱们别用这个打比方程吗 我跟梨花好着呢 田婆婆善善一笑 哈哈哈哈 老婆子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狗圣是个好孩子 她肯定干不出来这事的 你放心好了 就是就是 霍梨花脸上的笑容更大 嗯 我知道的 四叔四审 连带着田婆婆欢乐下厨 周婷婷和霍梨花 坐在院子里唠嗑 有时候说话说到激动的时候 霍梨花的动作大了点 就能看见她脖梗处挂着的金项链 模样有些稀奇 周婷婷瞧见了 你这项链 我看着跟以前的款式 有些不大一样 怎么着 又弄了个新的 提起这个 霍梨花有些害羞 嗯 狗圣前段时间才给我弄来的 我挺喜欢的 就给戴上了 霍梨花入了国家队 田狗圣也没闲着 她一开始是自己摸索路子 后面不知道咋回事 跟宋年搭上了头 现在俩人一块折腾些东西 赚得盆满钵满 第488掌 不愧是你 我稳定发挥的恋爱脑姐妹 手里有了钱 田狗圣第一时间 就去给霍梨花 弄了个金手势回来 搞得霍梨花感动坏了 又哭又笑 笑骂着田狗圣没脑子 说这玩意儿不当吃喝 有了钱先买点好东西 改善家里的伙食 谁料田狗圣很是郑重 这是我之前就答应你的 媳妇 我是真心疼你 我也不是口花花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金手势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她穿着破旧的衣裳 把胸脯拍得震天响 至于家里的吃喝 你就更不用操心了 咱们眼下的困顿是一时的 却不会是一世的 你放心好了 将这一切都交给我 我会给你富足美满的生活 她所说的话 真的一件件在实现 家里越来越丰厚的存款 接连不断的新衣裳 越来越丰富的菜色 以及她那装了十多件 金手势的手势盒子 有人说 看一个人爱不爱另一个人 不要看她嘴上说了什么 而要看她行动上做了什么 看她把钱花在了哪里 兜里充裕了 在提前先前的困顿 霍梨花没觉着丢人 反倒是带了一丝甜蜜的怀念 嫂子 你可能不知道 当初我给孩子们的小金事 那是我的镯子绒的 那时候家里穷 我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 就想着穷亲戚过来投奔 不说多么多么出息 至少也不能太离谱 该有的 礼数是得有 就将那金镯子绒了 打了几个小金事 给孩子们分了分 出去之后 狗胜就拉着我说 她以后一定会把那金镯子 给我补回来的 你看她现在做到了 周婷婷脸上也带着笑 嗯 她做到了 梨花 她的脸上全是甜蜜 骄傲的 谁说不是嘞 我当初嫁给她的时候 真是咬着牙的 田家的家境一般 远远赶不上霍家 可田狗胜跟霍梨花 是青梅竹马 俩人从小就一块长大 有些时候 陪伴着陪伴着 那情义就在互相关心中 悄然变质了 再就是 田家穷 但是人穷之不穷 田狗胜不是那吃喝玩乐的人 她脚踏实地 好好干活 还知道心疼人 对比之下 霍梨花觉着 如果跟这样的人 都能受穷的话 那也真是没得说了 她想着赌一把 成了最好 不成的话 那就跟她过一辈子 普通日子 好在 她赌成功了 她挑了个人品 不错的男人 现在有钱了 心思就更加放在她的身上了 嫂子 霍梨花幸福的 不瞒你说 我感觉我现在的日子 比刚结婚那会儿 还要幸福呢 刚结婚的时候 田家是要啥啥没有 就剩下两间破屋子 为了吃喝 每日操劳 一睁开眼 就要为口粮发愁 爱情是有的 但爱情不能饱肚子 总要为了生活奔波 忙碌 线下不缺吃喝 还能追求一下 穿衣打扮 空闲时候 她还能忽悠一下教练 跑出来过个二人世界 看看电影 逛逛公园啥的 这些日子 跟做梦一样 嫂子 我还是觉着我得感谢你 没有你的话 我们过不到现在这个份上 周婷婷觉着吧 这玩意不好说 同样是霍家来的 线下最体面的 就是霍梨花夫妻俩了 剩下的 虽然比在老家的时候 日子好过多了 一样都是日子 但一人有一个人的过法 你能好 四婶看着都高兴 霍梨花的脸上 洋溢着甜蜜的笑 嗯 嫂子我都知道的 她不是那些 不知道感恩的人 该对谁好 她心领而轻 还唠嗑呢 四叔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差不多该吃饭了 上屋子里 把饭菜都摆一摆啊 好嘞 快乐的日子 总是过得格外迅速 姐姐妹妹好像是 眨眨眼就长大了 从只能在小院里闹腾 慢慢就到了外头 一开始 四婶还觉着不放心 一步一驱地跟着 后面发现 家里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 就连对姐姐妹妹献殷勤 她都排不上号 一来二去 发现孩子们 确实比她想象中 要靠谱之后 四婶索性百烂 算了 回去吧 跟这些皮猴子 闹腾到一块去 简直脑壳都要炸了 时间转眼 就到了79年年末 随着运动会的召开 霍梨花的名字 煞间火遍了全国 成为炙手可热的运动猩猩 连带着牛苗跳 都跟着火了一把 原因就是 参赛前 牛苗跳给霍梨花的运动符上 绣了一朵梨花在上头 报纸上 霍梨花灿烂的笑容 和胸口处那朵梨花 瞬间成了大家伙 争相模仿的对象 掀起了一股子梨花热潮 搞得牛苗跳的小院 莱克络绎不绝 周婷婷望着进进出出的人 脑海中的念头一个个经过 最后变成了 不如做出来牌子 霍梨花本人 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只是衣裳需要批量生产 这玩意就不大好整了 总不能把牛苗跳 给活生生累死吧 想啥呢 牛苗跳绣活做累了 出来透透气 牛脸就看见周婷婷 苦大愁身的样子 她忍不住好奇 看你这眉头皱的 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了 我在想 不如咱们注册一个 属于自己的牌子 啥 经过周婷婷的游说 牛苗跳还是一只半截 但是周婷婷喊她干的 那就没有赔本的买卖 虽然没听懂 但是她目光相当坚定 那就这么办吧 周婷婷 不是 大姐 我严重怀疑你 压根就没听懂了 我的意思是说 话没说完 牛苗跳就制止了周婷婷 别说了 真的 浪费时间 你需要我干啥 直说就是了 周婷婷 她眸光复杂 你就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牛苗跳理所当然的 首先 你不是这样的人 其次 就算是你给我卖了 我还能损失点啥呢 她耸耸肩 相当无所谓的 不就是一点时间和钱吗 讲真的 这两样东西啊 我是真的不缺 她有钱也有时间 最重要的是 她现在有送送的陪伴 别的吗 好像是都不大重要了 因此 她笑着开玩笑 钱没了还能赚 就是 我难得找个伴 你别把送送 给我整走了就行 周婷婷 不愧是你 我稳定发挥的恋爱脑姐妹 第489章 家产给你 我跟你混 不过 周婷婷也得承认 和送送在一起之后 牛苗跳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就稳定多了 现在是恋爱脑 但是属于比较健康的那一寡 爱人 会先爱自己 这事儿吧 不能拖拖拉拉 一拖二拖 容易黄了 当天晚上 周婷婷就把霍梨花给弄了过来 把自己的想法跟她说了 她真是恨不得举双手双脚支持 嫂子 你随便整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她正琢磨着 该咋报答嫂子的大恩大德 没想到 这送上门的机会就来了 一夜火爆 她也高兴 当下就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嫂子 我现在得到的东西 可以说一半是您给 另一半是爹娘给的 周婷婷失笑 这跟我有啥关系 有 霍梨花端着酒杯 这杯酒 敬爹娘 敬爹娘给我生的好 哈哈 我跑得快 说吧 霍梨花一饮而尽 四叔没吭声 只是眼圈红红的端起酒杯 一口闷了 是我的闺女 你是好样的 四神已经不住的抹眼泪了 谁能想象得到呢 三五年时间 他们老货家 已经浓奴翻身把歌唱了 从乡下泥腿子 一步步走到皇城跟下 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甚至把家里那些个小鸢孽 也都拉了一把 一个个也都在京都安家落户了 霍梨花又给自己满上 这一杯 是敬嫂子的 人家咋说来着 那个咬文嚼字的说法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说吧 霍梨花的眼眶子都是泪水 我运气好 摊上的好爹娘 好嫂子 要不然 我跑得再快 有啥用 若是没有周婷婷 把她千里迢迢 从乡下老家弄过来 再发现她的天赋 她可能到老都是 一路狂奔在田梗上的农妇 就算是传出去 也只是人家饭后茶余的闲谈 谁谁娘 谁谁的媳妇 哎呦 跑得可快了 比兔子都快 没人想到 这玩意是能走上田径场 脚踩着跑道的 也没人能知道那种感觉 她叫霍梨花 田径场大喇叭里 叫着的是选手霍梨花就位 而不是狗圣媳妇 那种感觉 真是经历过一次 都会无法自拔的爱上 她泪窝子 到底是装不住眼泪了 霍梨花一笑 眼泪就跟着下来了 她豪迈的抹掉眼泪 一抬手 嫂子 我干了 啥话都不说了 都在酒里 周婷婷也不是啥扭扭捏捏的性子 嫂子也干了 你的名字 嫂子用了 不会白用的 嫂子给你发分红 画股份 到时候 你就在家里躺着收钱就行 钱不钱的 霍梨花真的不在意 现在狗圣能赚 她也不缺吃喝 但是没关系 就算是后头嫂子真的赚钱了 分给她了 想要把钱再重新花回去 还是啥难事吗 好嘞 霍梨花一抹嘴 都挺嫂子的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那谷子东风了 不过 想到专利和版权的问题 周婷婷特地上门找了周心吾 这老头子 对于周婷婷无视不登三宝殿的行为 相当控诉 但是 那有什么关系 只要把姐姐妹妹一弄出来 那老头子就笑得跟朵菊花似的 至于找茶 不好意思 不找了 快别耽搁 她跟小宝贝们倾向 俩孩子左一口太爷爷 周心吾恨不得把压箱底都掏出来 给你给你都给你 有了周心吾在其中周旋 梨花牌专利到手的速度相当之快 就连logo都是牛喵跳先前弄的那个梨花模样 周心吾背着手 走在路上 看着姐妹俩在前头蹦蹦跳跳 脸上的笑意根本藏不住 可 钱够花吗 周婷婷愣了一下 还行啊 她的家底子还是蛮丰厚的 今年累月的积攒下来 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了 周心吾拿了一把钥匙给她 扭扭捏捏的 我这一把年纪了 也没个一儿半女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往后这东西都是你的 周婷婷 这老头是不是脑壳傻了 谁会嫌弃金钱的芳香啊 真假的 你这么好 周心吾瞪眼 你啥意思 死丫头 老头子平时对你不好啊 哦 那倒是没有 就是 你这样交付身家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可嗨嗨 臭丫头 你可别想美事 老头子 我也是有要求的 周婷婷好奇了 你说 我这年纪大了 就怕自己的身子骨不好 一不小心就嘎巴了 周婷婷 这一大清早的 这老头太会说话了 明晃晃的给自己找晦气嘛 快呸呸呸 你这老头 怎么一点忌讳都不知道 大清早说什么丧气话 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周婷婷骂了老头 双手合十的前程 嘴里一个劲的念叨着 童言无忌 周心吾 童言无忌 谁家小孩头发 胡子都白了呀 但是 不得不承认 周婷婷的做法 她很受用 当下也就笑了 王后不这么说了 行不行 周婷婷念叨完了 翻了个白眼 嘀嘀咕咕的 这还差不多 我还没见过 谁先得吃饱了 称的没事做 大清早咒自己的 周心吾摇摇头 唇角都是无奈的笑 丫头啊 不是爷爷要咒自己 实在是 我的身子骨就在这摆着 我能熬到什么时候 都是未知数啊 她早些年是风光无限 但后面可谓是一落千丈 要不是早年身子骨的地基 打下了 她估摸着 早就油尽灯枯 死在哪个山沟沟里了 周婷婷也陷入了沉默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是她一句两句话 就能改变什么的 爷爷 现在已经好起来了 哈哈哈哈 活到了这个份上 我啥没见过 辉煌有过 低谷有过 背叛感受过 温情也享受过 周心吾扪心自问 她不觉着自己这一生 有什么遗憾 就连小双都被找了回来 还出落的这般优秀 她觉着自己 就算是现在死了 也该没什么遗憾的 就是 她浑浊的目光 悠悠地放在了前头 跑跑跳跳的两姐妹身上 错过了小双的成长 姐妹俩的成长 她是真的不想再错过了 我把家产给你 你带我回家 给我养老 行不 第四百九十章 这就是鸭子大队 行啊 这有啥不行的 这老头 还是自己个儿爷爷呢 成啊 周婷婷摇摇头 嘖嘖称奇 说真的 我还没见过上 赶着找最瘦的 你也就是现在 看着他们俩稀罕了 等真正回到家里 看着姐妹俩上房接瓦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边还要给喊耗子 让加油的 吵吵闹闹 跟鸭子大队似的 早上睁开眼 第一束阳光洒下 她就觉着 啊 又是该死的一天 早起 迎接周婷婷的 不是阳光普照 而是孩子们的呱呱叫 谁懂啊 谁懂啊 讲真的 周婷婷现在都觉着 牛喵跳两口子时 忍者神归了 这都能忍下来 真牛皮 周婷吴不治可否 她觉着 就是周婷婷太过夸张了 这年头的小孩子 哪有几个不完皮的 上房接瓦 估摸着 只是一个形容词吧 小姑娘家家的 就算是顽劣 又能够顽劣到哪里去 哎呀 大惊小怪 实在是大惊小怪 看着周婷吴 不把自己的话 当成一回事 周婷婷也不想提醒了 有人上 赶着找罪兽的话 自己干啥 要成全她 没必要的嘞 我答应了 但是 那小院确实有点住不开了 我寻思着搬个家 到之前的四合院住下 这事儿 也不是周婷婷的一时兴起 她已经琢磨好久了 实在是院子就那么大点 可人却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孩子大了之后 真是走一步 就恨不得创俩孩子 时间长了 小院都快被踩屠鲁皮了 周婷婷觉着 现在急急挨挨也还能住 就是往后 若是赶上节假日 到了和家团圆的时候 这货家二三十口子人都过来的话 那院子根本就放不下这么多人 还坐着吃啥饭 一个个在院子里占君自得了 与其 腿挨着腿 脚挨着脚 倒不如干脆一点 直接搬出去住 换个大点的地方 先前那些老头头 送给自己的院子 一直没有人入住 刚开始是寻思着低调一点 不要给自己找事 但是周婷婷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 从来没有放下过打理 一直在找人小心维护着 前段时间 他特地跟霍清明说了这事 让他将那小院子重新收拾出来 过段时间入住 谁曾想 这还没打算好 该怎么跟家里人说 周婷婷就已经提出要搬过来一起住 那干脆 就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将院子移步到位 换个大的 到时候 就算是住在一块 也不会显得太过拥挤 而且周婷婷的如意算盘 打得那叫一个噼里啪啦响 他都寻思好了 到时候 就给自己找一个边边角的位置 住在角落里面 孩子们就算是闹腾 也不能耽搁他睡觉 这时候的周婷婷 完全没有想到一个词 那就是 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嗯 想象总是美好的 但现实总是过于骨感 和牛猫跳说了 自己一家子要搬走的时候 他们两口子 属于有点惊讶 但是不多 也是 我也觉着 你们家现在的状况 是有些太拥挤了 搬到大房子里 应该会更好一些 周婷婷笑眯眯的 嗯 就是这样 离别有愁绪 但 这次的分别 就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遇 牛猫跳虽然不舍 但也没打算整那哭唧唧的一套 相当大气的 那咱们就此别过 不过往后 你可别想 跟我断开联系 咱们虽然不在一块住了 但心还是在一块的 而且我的干闺女 你可别想着 给我忽悠走了 我以后肯定是三五 不是要过去看看的 省得你在背后说我的小话 周婷婷乐了 好家伙 原来我在你的眼里 就是这种人啊 也不是说你这种人 就是我总得保障 我在我干闺女眼里的特殊地位吧 得 有道理 那你这房子还租吗 周婷婷 她傻了一下 回过神 有些无语的 大姐 我都不住在这儿了 这房子还租 有啥意义呢 好吧 牛猫跳笑咪咪的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这套房子我就入手了 到时候 你回来 这就跟回自己家是一样的 周婷婷稀奇了 你的意思是 这房子 她打算出手了 不要了 嗯 这家子想去香港 手上的钱不大够 就寻思着 把这房子兑出去 你也是知道我的 这几年来日夜不停 秀了不少东西 也确实卖了不少钱 拿下这房子 真是手拿把掐 简直不要更轻松了 周婷婷哈哈大笑 我记得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现在怎么也开始臭屏起来了 可能是日子过得太顺遂吧 你要知道人一高兴 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这话 周婷婷还是相当赞同的 好 那咱们都要幸福 必须的 周家搬家 周婷婷本来以为会很麻烦 但是 等到真正搬家的时候 她才发现自己 纯粹是想的太多了 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多 但是 再多也赶不上货家的子孙多 大人扛大的 小孩扛小的 还剩下一个周莉 吭吃吭吃 扛起了从桃园大队 带来的小木床 周婷婷本来寻思说 这个东西放在最后哪 反正姐妹俩 现在都用不上了 谁知道 把这个小木床给扛上了 周婷婷好像隐隐约约 能懂一点周莉的意思 哎 还是个孩子呢 随她去吧 一趟 半个小时全部收拾完毕 望着空荡荡的小院 周婷婷再次沉思 好像把货家亲戚都弄过来 也是不错的 至少这帮忙 还真是干脆利索 人家是一呼百应 他们这是 不呼就有反应了 彼时的周新吴 已经率先搬了进去 望着院子里的一切 她会心一笑 嗯 真不错 连她这个糟老头子 都过上了寒衣弄孙的日子了 就是不知道 这种快乐 会维持多久了 她 约莫是没几天好活了 哎 人生啊 总是要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 给你开一个大大的玩笑 不过 这样也好 亲人在身边 也挺好的 第491章 梨花牌大获成功 一切准备就绪 时间缓步来到了80年 在这个堪称 是只要站在风口上 诸都能起飞的时代 周婷婷决定成为一个弄潮 比时的周婷婷 是大三 大一还算是认真 大二就三五步时翘个课 大三嘛 周婷婷好像是彻底摆烂了 在课堂上 不是补棉 就是补棉 关键是 各科老师还对她奈何不得 人家考试都能通过 卡着几个线上 死都不会重修 但 也死都冲不上去 后头知道 周婷婷这般是弄了个小品牌后 还有老师对周婷婷 大开方便之门 要知道 人这一生 没有固定答卷 不是说上了大学 就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上大学 只是让你的选择 多了一下 至于往后要怎么走 还是得看个人的造化 时间就这么慢悠悠的往前走 货家的子孙们也没闲着 摆摊卖茶叶蛋 水煮玉米 小包子之类的 也依靠自己的能力 积攒下了一些钱 租赁了铺面之后 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生意之路 还有是进军了饰品界 周婷婷想到了 现在缠头发的皮筋 干脆把后世的大肠 发圈弄了出来 至于原材料 也是简单的很 就是一些碎步头子 加一根牛皮筋 牛皮筋批发的话很便宜 碎步投资的话 可以去找纺织厂 找他们算下来的编脚料 若是再有一点巧思的话 就在上面缝上塑料珠珠 一份巧思 一个价格 货家老三两口子 加班加点干了半个月 将所有的积蓄都压了上去 三天卖报 赚了五千 后头他们夫妻俩 就好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在发圈上变着花样的折腾 成为了引领时尚的弄筹 至于只出了个主意的周婷婷 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 他就好像是个奶妈 看见这个冒出来个点子 给货家人说了 他们有样学样 小赚一笔 后头天气热了 周婷婷想到了冰镇奶茶 凉皮 牛筋面等等一系列小吃 货家看着周婷婷 弄了的梨花的品牌 心里也蠢蠢欲动 一大家子商量了一下 干脆找了周心吴的门路 也弄了的品牌 只是 这玩意不拘泥于某一品类 就叫周货牌 吃的喝的用的 一应俱全 或家人干啥了 就带上周货 时间长了 也慢慢成了一个 小有名气的牌子 只是种类之杂乱 令人眼花缭乱 与此同时 梨花牌服装上市 因过硬的品牌营销 或梨花本人 优良的技术 和新颖的版型 一出事迅速卖爆 周婷婷的身价 在一息之间 翻了好几个滚 整个她都有些猝不及防了 嗯 财富来得太轻易 周婷婷生怕自己飘了 连忙半夜找货清明唠嗑 这男人该死的接地气 她得冷静冷静 谁知道 看见周婷婷的成功 她更不冷静 拉着周婷婷 做了点少儿不移的小玩意 折腾了一夜 直到黎明的时候 周婷婷才迷迷蹬蹬地睡了过去 至于效果 也是有的 她至少不会在梦里 也瞎琢磨这些事了 累都累死了 天王老子来了 她也得先睡觉 牛苗跳也没想到 周婷婷居然这腰牛逼 一出手 谁知道就直接有没有了 你小子 牛苗跳兴奋成了大马猴 你是不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 我之前的日子 过得那叫一个浑浑噩噩 遇见你之后 好多事都顺当了 何止是顺当 简直是顺畅的丝滑 你还有啥是不会的 周婷婷 很好 她觉得自己昨天 也不是特别丢人吧 嗯 至少没变成牛苗跳这个样子 淡定 周婷婷眉头青苔 能不能有点样子 咱们现在这样 实在是太不优雅了 牛苗跳看着周婷婷 先是猛圈 回过神 哈哈大笑 周婷婷笑着 干活的姐妹们辛苦了 今天发奖金 发一个月的 再放一天假 回去跟家里人 弄点好吃的好喝的 好好乐呵乐呵 都是从打工人过来的 厂子做成啥样 对于员工来说 都是虚的 只有落在手里的钱 那才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好处 独乐乐 真的不如中乐乐 牛苗跳干脆的狠 要的 对了 要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咱们库存里的衣裳 也撑不了多久 抓紧库大生产线啊 牛苗跳点头 你放心 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秀娘这一块 你放心好了 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绝对靠谱 说吧 牛苗跳微微停了停 感慨的 你别说 你家这些个孩子 养得真是个顶个的好 周莉有自己的主意 她不跟周婷婷的产业 缠户到一起去 自从霍黎明那两口子闹腰之后 她整个人更加发愤图强 而且是把自己干活的 都排除在大家伙之外 她直接言明了 自己就是周婷婷母女三人的退路 不跟霍家的缠户到一起去 就算是后面出了点啥 也好撕扯 周婷婷觉着好笑 又觉着暖心 哎 反正也管不了 就只能随她去了 男孩子嘛 趁着年轻的时候 在外头多闯闯 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挑来挑去 合适的人选少得可怜 虽然周婷婷捡了不少小宅子回来 但能当的大人用的 也就是周莉和周童 眼下周莉料挑子不干 只能是倒霉但周童 被她抓了撞钉 在里头管事 干活 尤其是这孩子数学好 算起账目 噼里啪啦一顿操作 周婷婷从没见她失守过 嗯 可以当身口使欢 毕竟这小小年纪 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就算是累个半死 睡一觉 也就精神满满了 当然 这只是周婷婷拿来吓唬周童的 这儿巴金的使欢 嗯 还是有点小心疼的 只是看牛喵跳感慨 她有些无奈罢了 周婷婷 这又是从哪儿感慨出来的 她老周家养出来的孩子 哪个不是呱呱叫的 第492章 一如初见 这是周婷婷的骄傲 当然 在外人面前 还是不能这么嚣张的 她只是谦虚道 哎呀 一般吧 也不是说养得多好 这些个孩子都省心得很 也不要我们多加管教 就给口吃的 给口喝的 就相当完美了 自己个儿就能长得这么好 牛喵跳 服了 还真是死嘚瑟 她翻了个白眼 你差不多得了 我夸你一句 你还喘上来啊 可不咋的 你夸了 我很受用啊 不过 归根结底 我觉得 还是我会捡孩子才对 一捡一个准 无敌了 梨花牌做出了名声 高兴是肯定的 但是周婷婷不至于飘了 只是后面的员工 也有吃里扒外的 但是周同眼睛多见利啊 一抓一个准 后面但凡是有二星的 基本上都被清出了班底 牛喵跳带领着绣花团队 也做了个领导 拿着股份 等着过年的时候发分红 至于周家 院子大了 但是里面的人 却没什么变化 照样是按部就班的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树 周星吴躺在树下乘梁 四叔自己跟自己下棋 四婶和孩子们玩闹 小院 笑声不断 场面和谐的周婷婷 眼眶发酸 发胀 肩膀上忽然搭上了一只手 在想什么 周婷婷微微侧脸 露出一个笑 嗯 在开心 也在庆幸 开局是天崩 但好在 势在人为 她一步步将自己破碎不堪的日子 拼凑成了最让人舒服的模样 幸福 纯粹 简单 我也开心 春秋冬来 周婷婷越发明媚动人 霍清明身居高位久了 身上也带着些生人物尽的肃杀之气 只是 这一切的一切 只要到了周婷婷的面前 都会变成温柔 要不要去郊外走一走 还去 周婷婷对这地方 都要产生心理阴影了 还去 咱家孩子真的挺多了 虽然现在换了的大院子 但是 这不代表 家里的孩子 也要跟着再多一点的 真的 霍清明 她无奈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去京郊看一看威猛 你这有点突然 冷不丁地提出要看她 霍清明叹气 你最近是有点太忙了 你都多长时间没去过京郊了 算一算 也得有两个月了 周婷婷咋咋嘴 那你别说 还真的得抽时间去一趟了 不然的话 按照周威猛那个狗得性 估摸着要搞事的 行 那咱们走 五分钟后 感受着威风拂面 周婷婷妈了 不是我说 你就算是着急 也不用着急成这样吧 说走就走啊 嗯 霍清明向来是个行动派 想到前些天发生的事 还觉着有点哭笑不得 咱们要是再不抓紧点过去的话 我估摸着周威猛 这周威猛到底是不是活腻歪了 想要提前结束他的狼声 步入下意识的轮回 他不想活了 霍清明 他倾壳一声 倒也不是 主要是现在不是夏天吗 之前春天的时候 万物复苏就到了找对象的时候 哦 是这样 但是 这跟威猛有啥关系 等等 万物复苏 夹找对象 周婷婷瞬间惊喜了 你的意思是 周威猛那小王八蛋 找到对象了 看样子 你的消息有点太落后了 嗯 霍清明大胆猜测 我估摸着 不单单是找到对象了 连崽子都生了 他们确实有听到狼崽子的稚嫩叫声 再加上周威猛这段时间 没事就在山脚下溜达 一连溜达了好多天 都没看见周婷婷的人影后 周威猛怒了 他开始频繁地骚扰的助手人员 一开始 助手人员还以为周威猛 是在跟自己玩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渐渐发现了不对劲 周威猛 越来越暴躁了 他们也怕出事 这才上报 到了霍清明这 霍清明对周威猛还是比较了解的 结合这些消息 他直接大胆推断 这就是闹腾着找人的 回来之后 就直接给周婷婷带过去了 周婷婷现在是恨不得催促着霍清明 快点快点 再快点 一路风驰电掣到了京郊 他这边刚现身 那头的周威猛 就好像是得了阳巅峰 一路撒着花 手脚不协调地 一头扎周婷婷怀里去了 周婷婷没想到他会这么兴奋 一下子被顶了个大马趴 周婷婷 他也不客气 抬手就是一个大逼斗 再发颠 耳朵揪掉 周威猛吃到了爱吃且熟悉的大逼斗 整头狼都精神了 带路 走了没两步 这才发现 不单单是周威猛一个过来的 狼群也来了 乌泱泱一大群 看着都骇人 助手的小战士心惊 捏着武器的手都出了汗 倒是周婷婷淡定自若 伸手摸了一把狼头 然后在狼群的簇拥下 往狼谷走 到了狼谷 这才看见大花 大花旁边还躺着一匹小母狼 腹部高高隆起 一看就是足月 快要吓小崽了 只是看见周婷婷的时候 神色紧绷得厉害 还是周威猛凑过来 甜甜毛 慢慢将她的躁动安抚下来了 周婷婷切实惊讶了 好吗 合着她这俩月没过来 差点错过了周威猛当爹的时候 每每在树上吊着 看见了周婷婷 相当娇气地喵了一声 对此 周婷婷只想骂一句臭家子 要不是她太会家 自己个儿也不至于错 把公猫当母猫似的养了那么久 但到底是自己一手带大的 她也伸手撸了一把 没等周婷婷开始左摸右摸地叙旧 这就发现 小母狼已经开始进入了阵痛 腹部一抽一抽的 那脆弱的样子 搞得周婷婷妈了 好吗 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 等到自己个儿来了 这孩子才开始生 霍清明距离周婷婷有一段距离 毕竟是母狼生孩子 能让周婷婷靠近都不错了 至于霍清明 身为一个雄性两脚兽 小母狼生孩子也往旁边凑 休不休 周婷婷借着狼群的遮掩 忙不迭为了小母狼一些空间泉水 她对周婷婷还是有些警惕 但好东西摆在眼前了 又不是大傻蛋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孩子生了下来 周婷婷伸手摸了一把小崽 湿漉漉的 许是周婷婷的触碰 让她感受到了什么 小小的崽子还没睁开眼睛 就颤抖着小小的身子 颤颤巍巍的往周婷婷的方向靠近 最后 趴在了周婷婷的鞋面上 就好像是当初遇见周威猛那样 周婷婷脸上洋溢着大大的笑容 她扭身脆生生的 霍清明 她生了三只小狼仔 霍清明唇盼扬起轻笑 嗯 那一笑 一眼万年 就这么入了心 三只呢 我知道 郑文婉 第二卷 翻外 翻外 现代F片1 叮铃铃 清早的第一缕阳光洒下 听到耳边喧闹要死的闹铃 周婷婷不耐烦的皱着眉头 相当有起床气的一把挥掉了闹钟 碰 一声巨响 闹钟颤巍微微的发出最后的丝鸣 彻底歇菜 睡到日上三竿的周婷婷 缓缓睁开眼 望着墙角死不明目的闹钟尸体 扎扎嘴 挠了挠头发 最后做若无其事的将闹钟收了起来 嗯 碎了就碎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纸箱 里头还有最后一个闹钟 死 最近有点暴躁啊 这堆闹钟是她上半年买的 一次性批发了二十个 折腾半年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从碎闹钟里面抠出电池 给新闹钟装上 嗯 该省省 该哗哗 简单收拾了一下 周婷婷拿起安全帽就出门了 哎 生活不易 小周卖力 工地那就是周婷婷的天下 虽然个子不高 但力气很大 虽然去的晚了点 但是那又怎么样 她能干啊 一个下午就干了别人三天的活 领钱的时候 周婷婷那叫一个美滋滋 哎妈呀 这一下午收入八百 不比她上班赚得多 哎 要不是周婷婷够懒的话 她指定把现在的工作辞了 专心干工地 只要工地一天不抖 她就有一天的饭吃 呜呜 想想都好幸福 周婷婷这次是嘴巴馋了 想吃澳洲大龙虾 那仅是细腻的口感 光是想想 周婷婷都觉着自己的口水 哗哗往下躺啊 得亏是她馋了点 不然的话 就这些活儿 打死她都不带干的 老周啊 包工头那叫一个寻寻善用 你说 你现在在那公司干个啥啊 忙活活一天到晚 一个月三千 来这儿啊 四天就赶你一个月的钱了 哎呀 咱都是大熟人 只要你能常住 这么低 你一个月 干两天休两天 成不成 大哥也是计算过的 就算是一个月只干半个月 这劳动量 也是相当惊人的 万一遇见个啥紧急情况 只要她在 这心里多多少少是有点安稳的 周婷婷实动然拒 谢了哥 我暂时还没有做牛马的打算 工地大哥 得 还真是疯一样的女子 周婷婷又说了两句客套话 扭身就跑路了 工地大哥伸出了耳康手 深情款款的 老周啊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老哥我是真的稀罕你 只要你肯留下来 咱们咋说都行啊 周婷婷 娘爱 遇见有毛病的了 快跑 她着急吃大龙虾 可别让这老嫂子 给自己整的胃口都没了 八百块 嘿嘿嘿 八百块 就这么一路欢腾着 到了小巷子里 近来天气阴暗潮湿 昨儿才下的雨 今天虽然阳光明媚 有些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照样有水挖 周婷婷为了抄近路 直接走了小巷子 水滴答答 耳边有小孩子嬉闹的声音 而且周婷婷皱眉 她总觉着 自己好像是听见了 什么细微的声响 孩子们围成一团嬉嬉闹闹 周婷婷本来没往心里去 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 她到底是走了过去 一瞧不得了 娘的 这群小王八蛋 在折腾一只小奶狗 小奶狗浑身的毛都湿透了 还有个小男孩笑得恶劣 正拿着树枝 戳弄着小奶狗 小奶狗毫无还手之力 呜呜咽咽咽的叫 周婷婷那个暴脾气 揣好钱 上前就把小男孩手里的树枝 夺走了 轻轻松松给掰折了 干什么 周婷婷从天而降 给孩子们吓傻了 你 你是谁 周婷婷咧嘴冷笑 我是你祖宗 你是谁家的孩子 哪个学校的 干这混账事 老子这就收拾你信不信 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给孩子们吓猛逼了 一个两个瘪着小嘴 哇的一声哭了 眼看着就要跑走 周婷婷能让她如意 一把薅住 顺手就把那孩子的外套 脱了下来 小男孩 虽然猛逼 也很想要回自己的衣服 但不敢 擦着眼泪 跑得比兔子都快 周婷婷骂骂咧咧的 用那小崽子的衣裳 将小狗崽子包了起来 感受到小奶狗微弱的呼吸声 周婷婷皱着眉 带着小狗崽子直奔宠物店 好歹是条命 见死不救 不是个事 得 反正今天赚了八百块钱 实在不行 这澳洲龙虾 他可以买稍微小只一点的 呜呜 毕竟是一条狗命呢 宠物店 问题不大也不小 这样吧 我这里有个优惠套餐 原价一千七百九十九 我看在你面膳的份上 也不要你一千三百九十九了 就七百九十九 一口价 我把你这小狗崽子 收拾得活蹦乱跳 顺带着还能把蛋挂了 周婷婷 怎么个事 她为什么感觉自己的奥龙 插了翅膀就飞了呢 看周婷婷呆愣在原地 没啥反应 医生是生怕周婷婷 这个主顾跑了 那叫一个和颜悦色 哎呀 咱们俩是真的有缘 七百九十九 我免费送你嘎蛋服务 另外 还送你一点小狗吃的用的 真的 真的很良心了 你不考虑一下 看了看狗 又看了看对面的宠物医生 周婷婷咽了咽口水 那什么 做了吧 三个小时后 小狗子被收拾得干净利索 直婷婷的被周婷婷抱在怀里 她左手抱狗 右手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身后是挥着手绢 欢迎周婷婷下次再来的宠物医生 周婷婷感觉被骗了 狗子到了家 麻醉稍微有点过去了 她颤巍巍着小腿 挪动到了角落里 黑猶猶的眼睛一眨 不眨的打亮着周婷婷 周婷婷却已经没有心理去管她了 哎妈呀 累死老娘了 白折腾一天 别说是虾肉了 她连跟虾须都没见着 不单如此 还弄回来一张吃饭的嘴 简单洗漱一下 周婷婷火速冲到厨房 给自己弄了些好吃的 正狼吞虎咽的单饭 脚底下却传来了毛茸茸的触感 低头一看 好吗 小狗子已经熟悉了环境 正蹲在她的脚底下 眼巴巴的望着自己呢 周婷婷心里无端就软了一块 哎 孤家寡人了二十年 这也算是给自己弄个喘气的赔着了 思来想去 周婷婷皱着眉 叫周莉吧 我叫婷婷 你叫小莉 说吧 她动作轻柔的捞起周莉 与众心肠的 但是 咱们家可没有耸淡 下次再遇见那几个小王八宅子 你就给我支冷起来 不说别的 气势上 就给老娘把他们吓退了 晓得不 周莉 呜呜 周婷婷 算了 刚嘎了淡的 是有点脆弱哈 那